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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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直成为中国文学里面的 重要的题材 唐师宋子常常都有些 流水啊 代表时间的意义 但东坡加重了另外一层的 一个意涵 就是把人放在历史的脉络里面去衡量 所谓的千古风流人物 那 人不在意也罢 但如果你是要 在人类历史上有流民 所以承受了不朽的名声 难免会有一种 比较的心 从千古人物 然后当然联想到 跟持比相关的周瑜 持比之章的故事 东坡加把他也拉进来 一起来讨论 因此两重的压力是非常的深重 当然在持的表达上 东坡开创新的一个意境 写的非常的豪迈奔放 但里面所摇荡出来的情怀 就非常的深处 尤其在跟历史 跟时间的对焦之下 东坡产生的一个心头的压力 就很沉重 等到持的最后我们也谈过 一转过来 说故国神有多情因上我早生化发 那当然这个是 我们讲过词的一个基本特性 它不存在是对故事的陈述 或者去议论一番事物而已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番的审视 面对之后 人是怎么样一种反应 那么最后的结尾说 多情因上我早生化发 当然它很简单的写出自己的 生命的困境 多情是东坡的生命的本质 因为它无情的做不到 但多情的确带了很多 生命的负担 让你静也不适 退也无能 所以东坡没办法安心于此 因此产生的情绪就非常的复杂 当然多情两个之相可以做好多的解释 我们从东坡词开始到到后来的词 一直都呈现出多情这个本质 但情人面貌有很多的 整一个情之了得 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复杂丰富 我们希望你读完东坡整个作品了 当然也包括它的诗文 你才了解东坡多情的真正的含义 不过有牵挂着个人的生命的本身 由个人到历史到自然 应该是逐渐开拓 一个比较宽管生命意境的一种途径 但是知其事的 要实践是很难 此搜数的非常的一个 有点仓促 我认为 东坡只是巧巧说的 人生如梦 一尊环泪将月 说起来也是东坡一直以来 感觉到所谓古今如梦 何求梦觉 人生不过是一个 一场大梦中的一个状况 很多的虚幻不识 但又如何呢 难道东坡就是福音老庄 或者佛家所说的一种虚幻的感觉 然后只是哀叹而已吗 当然它必须有一种跟正面的一种思索 然后探取出生命的一个定位与意义的 所以这个课题对东坡来说 营绕在心 勾出好多的情绪 但是没办法平复 词我们讲过 用文体有它的限制的 第一 字数的限制 第二 很严谨的格律要求 但你可以想想的 我们说东坡所以用词来写 赤壁怀骨的课题 当然是源于一份情出发 而这个情也符合文体的那种书写的那种特性 它有时有倾诉上人言谈 也要纠结在其中 但是问题带出来了 但词的文体本身无法去解脱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拘谨的一种问题 很人工化的问题 也可以说很物质性的问题 就是谈一个更精神面的东西 靠词这种文体是无法把它去疏解的 由来我们中国的一些 常常说理的一些文学 大部分都以诗为多 或者一些小品文 词的文体属性不适于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抒情的文体 好吧 既然在抒情 把情抒发出来 但问题不是情感抒发就了了 它里面有更多纠结难解的东西 所以单凭一首词 或者再一首词 都没办法把它完全排除掉 疏解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以后 再做一种文体的抉择 此时初步带出这份情绪来 也是总结了它之前 所有从勇于月梦仙歌人以来 对生命时间的一种思索 但这个已经到一个极点了 那对生命有所质疑 有些否定 但也朦胧中也有某种肯定 但如何去把它平衡处理 这个是东坡不得不考虑的地方 但东坡跟一般的词言不同 也许像嘉宣或者其他其他 像秦少游 他们一辈子多以词为文 都是都在纠结的情绪当中 一生都难解 其实人生可贵也在这个地方 他不放弃 但是这个是不许化解之道 所以东坡有他的理性的部分 所以当写完念乳教之后 我相信他也蛮感伤沉痛的 但再用一首词在书解同样的课题的话 即是纠结也难解 此生没办法就这样的去完成了 因此在过几天呢 他就选择另外的问题来处理了 就是我们看到的前妻必复 当然编年上有些人争议了 就是说 念乳教这个词 没写明哪年哪月做的 有什么理由推测 他是在念前妻必复之前呢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会从情理意境里面 内容去推测的 因为在前妻必复里面 看一篇说是认序之秋 我七月寄旺 是在宋神中的 玄奉五年的七月十六 因为念乳教所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跟前妻必复很类似 但前妻必复有一种化解的方式 如果你已经有了前妻必复那种书解 不可能后来再写一个念乳教 因为那个情绪已经 他有一个解答的方案了 对不对 前面那个是无解的 所以我们要有理由相信 应该是先有念乳教 把情绪都扑出了出来了 他发现了没办法去处理掉 因此都改变文体的书解方式 来加以理清 这样才比较合乎我们读东方文学里面的 一个发展的历程 他生命面对的这种方式 实际上都会看到整个端离的一个脉络的 当然我们是从情理的一个情义里面去看看 那这里面有他的理路方面的前后的关系的 好 用到负来表达的时候 那负这种文体 我们上次也谈过 它是一种铺陈的一种文体 负解铺也 要铺张仰厉 铺文 要文章 要非常的一个 有条理的去铺陈 这是比较方便的 这种理性的一个陈述 这种议论的一个商讨 所以在前期必复的时候 东坡就采取一个比较抽离的方式 来把这个问题再以审视 然后再以处理 这里面他有一种呢 一种叫情理 思辨的一个模式 在念如照的时候 他完全是一种情感的抒发 他的主题是一个被 一个好像被动的 一个自己的我 多情印象我 一个被动性的我 那个我是一个很感性的 他用这个来不断的抒发 但那自己的理性 根本没办法在里面去伸展 那前期必复的时候 第一 篇幅会长一点了 再来文体也比较 没那么样的约束 那一幅可大可小 你大的会写到几千字的 有啊 早些的司马相 有了永长幅 大幅 小了 几十字 几百字 都非常不可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要铺陈 铺陈就有一个客观的理路在 所以东坡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讲到铺陈的方式 我们讲过 父里有另外一个特色 有一种问答的方式 我们看的父 基本上都是 可能有疑惑了 或者有些人声嘲讽 有个事情呢 有个人先发问 后面的人呢 加以回答书解 我们说越辩越明嘛 对不对 所以用问答的文体的话 对东坡来说是 还不错的方式 他用这个来加以处理 好 问答跟铺陈 那相对他的理性呢 他相对在这个词里面 比词的更加 会有伸张的空间 所以在前皮肤里面 篇幅拉长 而且呢 没那么样的一个格率 然后呢更加可以 把词里做更好的说明 那东坡采取的问答方式 一个是 苏子与克 夜游泛舟于赤壁之下 他前提讲的 苏子与克 那我们其实 读念如教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东坡有没有跟别人处有 不在乎 因为这首词 纯然是自己 要面对赤壁 而抒情的 所以他还是自己 一个人去面对赤壁 所以写出啊 念如教这样的情怀出来 但是写到 前赤壁附的说不是了 是苏子与克 然后由于赤壁之下 是两个人 这个课有几个 不知道了 当然他是有 跟别人在一起的 一个出游的 一个活动 那前面一大段呢 写到了 信奉徐来 破水破不星 当然所谓附有铺陈嘛 背对这个井 做一些刻画 大家回去要想想 念前赤壁附的知道了 这是附的一个基本特色 他必须要还是有一些描绘 对科工环境的一个割用 这一点当然是在 念如教里面是没有的 念如教其实 对眼睛的井做简单的描述 关键就是 所激起对历史情怀的那份记忆 然后呢用一种比较抽象的手法 把这个井色做个描摹 他关键还是接这个赤 这个井来眼睛 而前几匹附呢 他就是前面画了一大段 使得很漂亮 很美 把他们达到一个非常 一个漂亮 优雅的一个 势必的一个景色之中 慢慢呢 从啊 警钟去深情了 他们因为呢 这个 东坡的前几匹附里面 采取很有趣的特色了 快乐出游 悲从中来 最后呢 在经过一番书里呢 得到重新的快乐 那是乐悲乐的三段论识 我们呢 宋坡实际上熟读佛经 所谓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的过程 前后知彼附都采取这种方式的 一个论辩的方式 而在念儒教里面 是没有这个层次的 他完全是在一个很 很纠结的情怀里面 去抒发出来而已 所以看东坡在写知彼附附 很有条理的去论述这个问题 我前面也提一下 如果大家还记得念儒教的时候 前进壁附 东坡实际上 很有一个层次 是说 既然我们说千古风流人物 人道是三国纠狼痴兵 在念儒教已经有这个构思了 在前进壁附里面也一样的 他好 前进壁附是围绕着月光 因为是七月寄望 十六的月光还很圆的 对不对 也开始有点慢慢变不圆的一个过程 但这里面围绕着月光 实际上 东坡在有意无意中 也被我们带到了 从月光的不变 来映照出人世的变化 为什么呢 他开始 如果大家很多人 不仔细去读的 为什么 他开始 看到了 出的夜游的时候 他们的两个很快乐 那些跟客人 他们是 宋明月之时 一个窈窕之章 明月是窈窕之章 是诗经的成风的那首诗 那是先情的诗歌 那时候在比较 朴实的世界里面 人都有种 光悦而心感的一种哀伤 看到月光 然后呢 思念一个家人 这是有时代的先后排斥的 然后等到呢 他们呢 在这边呢 泛咒于江山 看到月出东山之上 排会斗流之间 然后呢 还写到他们呢 林 终一伟之所如 林忘情之茫然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呢 比人的飘飘落心的感觉 于是呢 他们迎走乐圣 他做个歌 送歌 送虚经的歌谣 然后看到美丽的景呢 非常地快乐的 迎走乐圣 而且寇贤而歌之 然后把这个快乐呢 快乐不只是宋诗而已 就甚至要唱出来 多么故意把这个气氛 带到非常的一个高昂的 一个情境的 那时候有歌什么歌啊 是一个处 一个处词体的歌曲 他说 贵照系难讲 极空明系树流光 渺渺渺余怀 望美人系天一方 那是处词体 时间只从宋明月之诗 那种更古老的四言的诗歌 然后到呢 好像跟我们温习的 中国文学史一样 这些门即将告诉你 一个历史变化的 这些诗 这些歌 都是跟月亮有关的 望月而心怀 月光的不变 而对照隐藏出 人世的变化的体会 其实东坡这里面 有暗含这个东西 一直带下来的 你看这个 东坡这里面呢 不谈了 先不谈了 所以啊 千古风流人物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人来说 能不能看到月光 闪念 它的永恒性 对着人世的变化 而是很悲感 那是人之常情 这个脉络呢 他就很清楚把它 扣合起来的 那谈到宋明月之事 然后到最后的歌呢 这种啊 处子体的 而因为这个歌来了 就那课就吹冬小姐 就配合他呢 以歌而喝之 最后呢 吹出很乌烈的 一个笑声出来 那是因热而生悲的 也许啊 这个课 要不要唱这种歌啊 渺渺是余怀 望美人是天一方 望月心怀 也是引起他自己的感伤吧 引起了吹奏这个乐曲出来 这有他的脉络的 好 最后呢 东坡就很悄然 静正经为座 而问客 又何为其难也 开始就问他开始了 问你 为什么突然之间 我们快乐都不得了了 开始啊 不止宋师还唱歌了 真的很嗨的时候 你突然呢 乌烈的叠心出来 所为何来呢 就问他 所以才有 这个客这个论述了 就这样 让他想起了嘛 月明星系 乌却南飞 你看 从处子体就到了 我们的 我已经南北朝的诗歌了 是曹操的诗 也是跟月光有关的 所以在里面 很多人读的时候 不会聊聊 都不得排列的次序 如何从啊 送虚经的歌谣 然后唱了 楚词体的 一个词 词体的歌 然后呢 再送明月之 最后那首 月明星系 那些曹梦德的短歌行 都跟月光有关 就在里面暗含了 从古到今 我们的歌 不管是一般的人 或者那些读书人 或者名后将相 他们的歌谣里面 都充斥了这一种啊 望月所生的悲感的 那是人无法逃脱的一种啊 一种宿命吧 对照出永恒的一个月光 对照出人世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加重了我们的前面的 《大战东举浪》 《浪陶经》的更深刻的内容 我们并不重复他前面 他前面已经谈到 《见语奉承》 我们见得先不谈 从诗歌里面引出来 那是人家场景 所以曹操有这种哀叹 那是人之常情 不是只有英雄豪杰才有的 这个把自己也会纳在其中了 所以我们读解也会引起同样的共鸣 那是我们普遍的经验 至古到今 我们的歌谣都有这样的歌声 不是这样吗 后面才回扣了赤壁这个故事 要讲到 因为以前赤壁在这里的时候 曹操如何崇霸一时 结果在这边横索覆施的时候 但问一句 故一时之崇而今安在在 好了 开始这个客人的谈对问题了 这个问话 新闻了 东坡在好几年前 谁啊 勇于乐手 不是同样问过吗 燕子楼空 家人可在 空所楼中也 一个是问家人 这个问英雄 所谓的这些都是风流人物吧 对不对 都是流传甚久的一些传说 一些美丽的故事 但当事人又何在 人死的就不可能复生 什么叫永恒 所以这个课题跟东坡 事实上 一直营要在心的 等到最问这个问题的 在扣顶持币的故事 可是跟东坡自己类心的 一直营要在心的课题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后来再谈到他的悲谈 好了 人是那么短暂 连英雄豪杰 都逃不过时间的书面 你看看 大自然是什么永恒 人呢 这是秒沧海之一树 如何跟他对抗 那是客人的一种生悲 而这个客人的悲哀 我们回过头来看 都是东坡自从写起来 一直都有的一个课题 也不是客人才有的 那后来东坡就说服他的 课有意义 至乎水域月乎 就把所谓的大疆的 水跟月就融合起来 所以前几乎是 蛮绵密的一个文章 用水月交印在一起 把人士参加在其中 但这些都跟月光的故事 是有关联的 整首都是这样 那月光的永恒 当然在我们的 中国诗歌里面 一直都长存了 这些人人都能够 记得的一个经验 好 东坡就讲到 变与不变的道理了 如果自己辩解不看 去看待 成不能以一顺 但如果自己不辩解 可知 最物与我与无尽荡 也等等 他那番理论 我们从庄子里面 都知道 而且理论有 他那番的道理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从变化的角度来 一切都在变动 不拘 但如果你呢 变动的本质 如果变动就是它的本质 它就是不变 对不对 如果能够超多一个相对性 把自己融合的大自然 这种 人就会得到一种 更自在的生命的意境 但说起来是容易 从庄子里谈了那么久了 多少文人都引用了 都加以发挥了 但谁能够得到 这个真正的体会 能够超多这种相对性 得到真正的内在的自由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里面 那么长起来 头头是道的 当然它不是引用庄子 它是用它的生命经验里面 去论述的 然后呢 好像呢 能以说服人呢 我们不应该受眼前的 那种风月变化 而受的影响 应该呢 养自己呢 随时自然随缘而 而面对时间 那这样的话 大自然跟我们呢 是用之不尽的 那我们就可以啊 跟大家的共识 于啊 时间之流之中 后来你看 这讲完之后呢 都不得很 好像是都得到这个了悟了 所以客喜而笑 那客人呢 因为他也说服客人呢 那客人呢 就很高兴的 就笑出来了 而就开始他们 席站跟着啊 摇河寂静 背叛狼藉 喝得很痛快 喝得天亮的 然后相遇 整集一户初衷 不知东荒之几百 所以东北西上 是一个历程的 在晚上子夜的时候 那是一个时间的 交替的过程中 然后慢慢去疏解 疏解之后呢 能够了所了物了 好像黑暗被驱走了 白天就降临了 这有他的一个历程 从黑夜到白天 是因为思辨就达到 这个生命意志 但这些谈的内容啊 实际上内陆教都有的 但这里面 东北用了一个 化解 疏解的方式 要我们从不变的角度去啊 去疏解 要变化的人生 对不对 这里面有他的一番体会吧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所谓客 所以冻消而悲 然后说出一番 陶朝孟德的故事 这个跟东坡去想了自己 然后面对啊 那个 周瑜的故事 有他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个客人啊 所谈的就是 东坡在念如教 所书的那种情 那是没有两样的 可是有感觉 人生的不足 人生的不协和 人生的不完整 没有永恒的意义 当然 东坡这个书子 站在理的角度呢 跟他去受辩了 所以我们就看了 这里面当然 在故事里面呢 设计啊 东坡与客 书子与客的对话 那何尝不是东坡自己 累在的情理在交战呢 他用一个理性的自己 然后抽体抽离出来 然后去面对这个感性的自己 来说服自己 来超脱这种人生的困扰 所以用了这种方式 把书子抽离化 离开一个主观的一个我 其实那个客人就是啊 我们看到的 跟东坡的书情自我 是应该是差不多的 用生命体会 都用这样的思辨的方式 谈的是头头是道 但要真正书解的话 实际上还有很多难题 如果我们读了好多 庄子书 也跟朋友了 我们应该要看开了 不要有这种执着的情怀 有了 他突破这种相对性 得到永恒的意义 这样是一回事了 知义却行难 所以这篇文章很美 道理也也有了 头头是道的 但是真正能化解的生活里面 能够得到这份道的话 谈何容易 所以这篇文章写完 这却成为了 东坡的一篇很美的文章 东坡也在这个里面 暂时就有文体的抉择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来疏解一些 一个生命的一个统一的课题 有他成功之处的 从我到苏子 好了 把自己外在化 客观化 来说服自己 来福音一番道理 那我们人生也一样了 当你面对很多人生的困境 譬如说 谈恋爱 出了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开始看很多爱情的一些 相关的书籍 来寻找这种生命 觉得谈得也很道理的 好了 刚开始也觉得很安慰 但回到生活之中 这些生活志士 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未必对自己有帮助 突然间可能 又拥挤同样的情怀来 难以真的去摆脱 那这个时候 东坡几个月下来都没问题了 等到了那一年的十月之旺 十月十五那天 东坡再有出品 我们说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有是山 如果说东坡的文 这三篇文章来讲 也是同样的道理的 我们有种既有概念里面 贯穿这几篇文章 一个就是从全切屁股开始了 它已经开始了 从快乐出游 乐极生悲 然后喜而 然后化悲为喜 对不对 三个历程 后切屁股也是同样的方式的 但是三篇文章也构成一个整体了 用一个我的炼如膏出发 然后到一个书子义客 把自己客观化 然后好像去纾解一些问题了 对不对 但后面还没有完成的 所以要见山之山 后面有必须要出现一个我 用自己来论述 来回到生命的本体里面 去体悟这份道理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历程 由从自我生命来讲的话 从情感的自己出发 然后从理性到理性的自己 然后才回到情理 交合的我的认知 也是三个论述 三篇文章 刚好也是一个整体 也是一个扣合他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的历程 后切屁股就用这样的方式了 后切屁股他比较聪明了 不要再用论辩方式 他从情理的思辨 要弄到另外的方式里面去把这个完成 有些时候不要多说 也不能用概念里面去了解 真正去体 身体力行 而有所感受 那才是你真正的知识 不时间你得不到的 你真正自己去体会他 那下面后切屁股 采取这个方式的 那文章我简单去讲了 不能够仔细说了 就说那一天 等多么这个很有趣的 那我们从文学的一面 去了解到 念如照写的时候 如同一般词一样 好像归宗孝夫 面对明月而深仇一样 自己的步履难行 可谨守着一处 其人望阳而心叹 为什么 自己没办法去拒抗流水 如时间的冲息 你深圳的感受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坐立难安 所以我们从行为里面看到 念如照的词 如同一个归院的词人一样 他是触手的一个 没有什么行动的 他整个人就是 只能看到时间 冲击在他身上来 他只能去接受 无法去拒抗 也无法躲开 但是念如照的 前期归宿的时候 多么不是 他不是固守在岸边 看到河水 流水不断的流动 他是泛舟于齿笔之上 他跟他的友人 是在水流波动之中 起码有个活动了 在流动中 对不对 但他还是在一个船上 他没有自己抽身出来去面对的 当然行动后期归宿不是 东坡也不时站在水边 也不时去坐在船上 他一个人走进齿笔区 爬上齿笔的山上去 能够行动来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 所以这个文章很不一样的处理手法 里面也有问答 有论述 但是已经不一样的方式 第一就是呢 这里面有了很多空间的一个移转的方式 先是东坡是从水堂回家的 对不对 然后布置水堂 看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十月了 对不对 十一十二 临时初冬之时了 那个时候有恶客 重渝过黄礼之版 有两个客人也陪着我了 过渝 东坡这个时候不是苏子语客 是渝与一个恶客 那是渝这个重新的界定的一个自己 他不用我的 用渝这个真的用自己的主体出来 文章都不一样的 用一个我重新复位的 而我不是呢 只能看着江水大张东去 而默默忍受时间之流 而我是参与在其中 跟时间去对抗的努力 那个渝的主观的意志就很强了 好 这个时候看到呢 沐月那个冬天的时候 双陆寄庄 木叶尽托 人影在地 仰见明月 有看到明月了 那也是十月寄望嘛 十月十五那一天 所以他们呢 故而乐之 回过头来看到月光 好快乐 他们是在 是有个前奏的 在赤比之前呢 他是先从雪堂 有回家的路程中 看到月光的很快乐 所以他们的行歌 相当于唱起歌来的 跟前景不一样的 就是在有快乐处游 对不对 可是呢 有点不足 就这样回家 好像有点浪费 我们美好的月光 所以有人建议了 我们今天晚上 有客无酒 有啊 有酒无月 那个 月白凤青 如此良夜合 就很感叹了 我们应该有珍惜 当下的美好的 有那么好的明月 如果有酒有月 那我们再出游 不是很好吗 所以有客人呢 就说 嗯我今天捕了一个鱼了 我会奉献我的鱼来吃 那人有了鱼 没有酒不行啊 所以东坡呢 就跑回家去了 他们拖延一点时间了 东坡等 那些人呢 等东坡回家 东坡回到家了呢 归有了某租父 就问他的太太了 你看这里面有对话 是什么对话 第一他跟朋友之间的对话 第二就是 回到家跟太太的对话 都无关区别这个课题的 都是好像呢 伸出了别的质感出来 但这个很重要 一份呢 友情 一份亲情 但你面对时间 苍满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温润你的内在生命 很重要的力量 我带着这份人与人的信任 而出游 而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觉得东坡有奠定这一点的 中央前面说 多情应上我早上话 但这里的东坡体会到 人情的可贵 作为你要领受自然 面对生命的很重要的 底层的生命力量 所以东坡是故意 把这个写得非常清楚的 在对话的这里来了 所以没想到呢 他的太太怎么说啊 他说我有多久 长治久矣 以待子不识之需啊 太太知道东坡这个人啊 很无厘头的 谁是需要什么 所以他都准备好了 等到今天晚上 你居然来撩酒 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酒应开始准备好 送献给你了 今儿 他也欣然把酒端出来给东坡 要他带去 所以 于是呢 他们戏酒与余 就富有于赤壁之下 接下来到赤壁去 你看这一次第三次出游的时候 东坡是带着 不是只有酒跟月 对不对 望着月带着酒 还有啊 还有鱼间出游的 还有鱼背后的一份人情 那些人如何啊 无私的奉献跟你在一起夜游 对到你并不孤独的 你人生的旅途中有有相伴 还有呢 久从何来啊 是太太准备好给你 东坡是带着 不止这个物质性的东西 还有背后的精神的面 这份很深厚的情 然后一起呢 载到赤壁去 重新面对时间 面对一个大自然 我这个东坡是花了很多力气 用这样的对话的方式 让我们拍了东坡 然后赤壁之下 后期必复有一个特色就是 前赤壁之后 还有念儒教呢 都围绕着历史故事 赤壁之战 这个后期必复完全抛开了 不写赤壁之战 我们不以人间的历史 有成就啊 周瑜或者曹操的失败 都不要谈人生的成败得失 而是人单独真正面对大自然 赤壁就是一个自然 一个整体 不在乎它背后很多故事 所以后期必复是排除掉 那种历史的人为的各种的东西 不来营要你的心中的一种情绪 让你单独面对去 我们来到后期必复 后期必复写的时候 来到这边看到什么 江流有生 断岸千止 山高越少 水落石出 成欲越这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失矣 你真的赤裸裸 真的重新面对自然 这发生呢 你以为你熟悉的世界 你以为你猜想的世界 你以为自己人超脱了 念读教 自己以为是的 但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这个山水好像不认识一样 给你真正的 你真的没办法从 在概念上 读庄子 或者前世别里面 总体会的 用变与不变的 这个道理的或是谁的 大臣走着给你这样的事实 就是有变化 就是让你仿佛 新的一个世界一样 你如何是好 所以东波呢 在这个时候啊 他们已经 没办法再用问答的方式去呈现了 所以他什么 于来十二一而上 他要自己一个人闯进去 面对宇宙 面对生命的奥秘 走进黑暗中 他一个人登到山上面去 他把衣服勾起来 然后呢 爬山上面去 上面用了很精彩的文字的写书 他如何很坚信呢 爬到这个山上面去 然后呢 就看到了非常危险的一个景象 最后等到山的时候呢 他哗然长笑 因为人呢 以为自己的能力 能够战胜宇宙了 你看 我不输给你的 我面对宇宙 我会登到你的高峰 战胜了一个客观的限制 也体力的限制 到山山里面呢 我就大召一声了 哗然长笑 结果呢 草木震动 三明古印啊 风起水涌 鱼翼 草然而悲 前这批富士啊 要悲的是客人 一个李克松是东坡感性的自己 这里不是啊 是东坡一个人面对的 他的客人没有办法陪他 他是一个人去 真正要领受生命的意义 不能联情绝对 跟朋友一起去分享 只有你单独才能面对他 都没有用这种方式来登到高峰去 结果呢 悄然 被自己叫悲伤起来的 悲伤的不是客人 而他自己 真正的生悲 原来神见过何事 人啊 为什么 有这样跟自然相对 用自己的力度来战胜他呢 那时候呢 才发现了 突然之间呢 巧 苏然而恐 领悟其不可留也 因为呢 你看到大自然有所回应 他是根本默默无语的 就给你呢 你的声音越大 他就回想更大 让你会震惊 但是用这种东西 让你去继续你领受生命的意义 你不能用相对 敌对的态度面对宇宙的 然后这个 结果他说 反而登舟 这就回到船上去了 结果 旷復中流 听乎其职业 就回到船上 流洋水啊 流到哪里 船就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舟是什么 还是生命的载体 水呢 就是时间之流 他有他的 你人只能自私其事 时间把你流到哪里去 你要到哪里去 你不需要去跟他争斗的 今天 水把你流到黄州 你就过见黄州的生活 明天水把你流到去朝廷 你就在朝廷认官 你听乎其职 你不需要自己 故意跟他做对的 不然会带来更大的 一个身心的伤害 那写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所体悟了 所以东坡的文学 出现一个新的意象了 你突然看到有个鹤 从江边 由西而东飞过去 这个鹤就是什么 代表一种 一种永恒的 生命的意义 这个仙鹤 它是自由翱翔的生命 但你有所体面 东坡的时候 就心中生产这种 很自由的 精神异精的一种体悟吧 所以它用个鹤来象征 写到这个鹤在江中飞过 再在时间之流 流过去 流到一种精神 那种自由的 一个象征的意涵 好 结果呢 东坡回到家的时候 东坡就没写了 还多了一段 回到家 回家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东坡不是古今 就梦合成梦觉吗 自己也好 自己也走回梦中去了 在梦中里面 又有新的对话出来 所以东坡用很灵活 用对话的方式 但是呢 好像有答案 也没答案的 东坡就不要在理念里面 不断不断的来谈一些道理 来说服自己 让自己去慢慢摸自己体悟 梦中梦见一个道士 穿着一个羽翼片线 来到家的过来 灵异了 东坡的打工作业 问东坡了 是不是有乐乎 就问一个问题了 你是不是有快不快乐啊 东坡还没回答 已经有所体悟了 问自己姓名 俯而不答 问那个道士你叫什么 他也不回答你 东坡也没回答 乐不乐的问题 这时候东坡在梦中 已经了解到 不能回答 一回答就着想了 始终有正义 欲变以妄言 你不能说 你说乐 就有悲的相对面 你不能的 这只能体会在心中 真正的自乐 自乐 是无法用言语来表演 不要形容的 好 福尔布达突然在东坡有声点问 就了解了 就问一个道士 我昨天看到一个飞鹤 难道就是你吗 是也飞也 那道士就顾笑 回头来笑一笑 最后东坡就静目 就起过来了 那写到东坡呢 开悟是智 不见其处 就连鹤也不见 梦也破灭了 也不能破灭 梦就醒来了 很妙的这一点 到时候我们当然了解到 所谓的道士与鹤 跟东坡的这样体悟之后的声音 是三位一体的 东坡在这里面 才能问大体 最后问大事 问而不答 也无从回答 也难以回答 也不须回答 真的快乐 只在你心中 他用自己的言性 不用言的行为里面 去体悟到一番道 而且他用这文章里面 重新界定了一个 真正的认知的自己 一个愚的出来 不是之前的一个感伤的自己 只要把情理融合在一体的体悟 所以我们在文体里面看到的 后期匹夫 第一 他的文体 我们讲过 旷达的什么 从窄往宽处去走 刚才念如教士很拘谨的文体 处处都要受到限制 格律的限制 自诉的限制 前期匹夫可以解放一体的 但是还是用了很多的对偶句 很漂亮的文词 很好的对话方式 但后期匹夫 完全把它这些都抛弃 用散文体来写的 很多问题都是 顾问也不答等等的方式 所以文体就是一种新的解放 后来东坡的文学就知道了 词已经不能作为 它重要抒情 或者道理性了解的一个部分 它必须要做一种新的处理 所以从念如教以后 东坡的小品文越写越好 文体开始又散开来写 不能趋励地在人工化的词体里面去运作 只能不断回 纵然他写甜词的 他的散文性的语句就越来越多 因为他已经从里面知道 不能够在里面皱缠不已的 那是文体的解放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情境 对不对 念如教只看待了 想到周瑜的故事 然后一直跟他的对照 念如教找到前期匹夫的时候 也想到了曹操的故事 也在受困于历史的跟自己的人生的对照 后期评论 完全施放自己跟自然的关系 而且可以打破很多繁理的 梦与醒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 这些可以彼此融通的 都是一体的 不分彼此的 只要人的心里是自由的话 道路都会跨越 都可以超然 只在其外也在其中 根本已经不分 那个时候他的空间感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后期评论的一个生命意境 比起前面 有做得更加一层的一个展现 那我们不能多说了 他就写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文体对他的意思 所以词通常东方几后还继续写 可是他已经不会像之前 用到太严谨的文具 然后塑造那么用力去疏解某种情怀 他自然要让自己跟他解放 中央也用磁体的 可是更用更自由的散漫的文体 里面去疏解去表达 就不像之前的念儒教以前 写了那么一样的欲解难解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变化了 从这个以后 袁丰六年 四十八岁的东坡 跟念儒教前期不复 后期不复时期 或者之间的东坡 已经有些不同了 的确东坡从里面走出来 写了新的一些 开始新的文学的一页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了 这个后期 就是从痴病文学以后的苏东坡 在最后一两年 在黄州时期的 中央时期还是在词吧 也发现已经有些质变了 他的感受就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 好 我们也会看了 刚才是一百三十五首的念儒教 我们看后面一首 一百三十六首的念儒教 你看出了 那首西山起完念儒教 游了东坡 这个时候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的念儒教 已经有所不同了 已经经过前面的念儒教 跟前期必复的一方的思考之后 他从而面对中秋节 跟他之前写西藏乐 黄州中秋了 第一年来到中秋的时候 心境是大不相同 他整个意境都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这首念儒教 中秋 我们看过好多中秋节的词 那么之前 因为我们最先看到写水雕歌头 是给他的弟弟 因为弟弟不在身边 有一种无限的感伤 这自然能化解开来 写出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前残卷 但毕竟还是心中有些 不那么畅快的 然后后来 弟弟陪大到徐州 他写阳关曲 这更哀伤 不久 第二天 他弟弟也要离开 所以有一种 此生此业 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树看的感叹 那这黄州呢 写西藏乐的黄州中秋 他也说 好好的中秋乐 但是一个人全家 他被贬到黄州来 只能把掌欺然北望 对不对 向朝廷致敬一杯 可是没想到 只能念奴教 前世必复之后 东坡的中秋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整个意境 有一种比较昂扬的姿态 一种高康的意志出来 他说了 评告条远见长空万里 云无流击 贵魄飞来光射处冷静 一天秋壁 欲语穷楼乘暖来去 仍在清凉国 江山如画望中烟熟历历 我最拍手狂歌 举杯妖乐 对影成三刻 其舞徘徊丰露下 今夕不知何夕 便于成风 凡然归去 何用其同意 水晶功力 一生吹断横笛 我们说词的意境 会看他整个情理意境的 情景时空的推展的方式 这有词也看到 他逐渐昂然起来 从人间到天上 那从一般的喝酒欢乐 最后要用最快乐的方式 呈现出那种 在月宫的一种喜悦 整首都是往上提升 昂扬的一种姿态 一种意气 吞飞 一直往上奔驰的一种姿态 这词里面 长成这样的一个风格 一般词里面 逐渐有景到情 逐渐退缩 到一个小小的内心 是一些不一样的 它是往外去伸张的 去发展的 所以这个词里 姿态都不一样 好 第二词是有点 喝了酒 空到明月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一种体会 他说 西藏月被写发 月明都被云防 今天却很好 没有云 没有障碍 整个的意境 就引起他的一个心中的快慰了 那个时候呢 在无云之下 鬼魄飞来 鬼魄就是月亮嘛 因为我们说 月中有贵树 对不对 那这个是 当然贵跟月光是有关联的 在神话中代表一种永生 因为我们说 那个贵树在天空上面 他是不会 怎么砍他都会 砍不断的 他高五百丈 那有一个人 一直在砍他 我们说无光伐贵 但是这个贵 你砍了 它还生长出来 这在加强了一个月光的 一种再生的一个意涵 月桂不会被砍断 一种月光 缺而能源 永恒不移的一个图上 两个都是结合在一起 好 鬼魄飞来之后 月光飞来的 光射出 冷静一天就会进去 月光呢 就在秋凉的夜上 走了把天空都照耀出来 一种冷冷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你就站在人间 想象月光的一个情形 看到月雨虫楼 那个是之前水流歌都有用过 对不对 月光的宫殿 好像玉座白净的一片 那时候乘乱来去 那有些仙女乘着乱流 飞来飞去 当然是想象之词 以前的神话故事也形容了 月光有了仙人 纯然自在的来去的 人在清凉国 印象有些月光的宫殿里面 人 那些当然是 不是凡人的 一些仙人 他们乘梁在清凉国里面 在乱流 来来去去 那在旺头那边 江山如画 旺中燕树立立 立立就是很分明的 那时候 如果月光大的时候 我们在人间看到天上 天上的月光的一个影像 好像燕蒙树影的一个图像 所以下面来写到他自己的 他说我最派手狂歌 你看东坡这个时候 完全没有音乐望乐心怀 他自己都乐在其中了 这是很例外的一首中秋词 那首 举杯妖月 对影成三刻 当然乐德不只 只有一个人好生也很孤独 所以月光投了影 我就对影成三人了 月光我跟影子 三个人也不孤独了 我们还要长阳起来 那首 奇武徘徊 丰路上 今夕不夕何夕 都说忘我了 不知道今天是哪个晚上 我们就在这边 奇武弄轻盈 徘徊在丰路之下 那首就想到 便于乘风飘然归去 何用奇捧意 不需要学古人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飘飘欲仙了 不用呢 骑大鹏鸟的翅膀了 就可以飘飘欲仙 就乘风归去了 为什么要归去月光 就有一种很向晚的 一种仙境的感觉 但这里面没有之前 用人间的一个相对 很多的苦劳 来对照天宫的永恒快乐 这是真的乐在其中 有种自己好像 腾飞上月的一种欲望 那时候到哪里去呢 到水晶宫里 一声吹断横笛 就结束在一个月声之中 我们从前面前后去 就看到了 快乐的时候 最好是先送歌 最后要歌诗 最好用音乐来表达出来 那是最快乐 东坡也因为这样 我们希望能够 最后到水晶宫里 跟仙人一起 吹起的笛声来 吹断横笛 那个断有一种吹劲 那个静不是把它吹劲 它是说把吹劲 静性而达极致的意思 一个断 断 有静也有极致的意思 就是静性到极致 很高看 把月声都尽量的发挥出来 非常的嘹亮动人的一个姿态 月声到这个时候 吹劲而达极致 整个人都在这个快乐的氛围当中 这是之前从没有过的词 但是如果我们放在这个脉络 从77岁念如焦 前妻毕复之后 这首如果编也没有错的话 刚好就在前妻毕复之后的作品 那个时候还不宜有它 还觉得自己能够疏解开来 所以这个中秋节就不一样了 写出另外一种新的意境的词出来 但没想到后妻毕复 还是有一种水落石出 不是江山改变的一种悲碳 但最后它还是能够化解出来 好 这个还是在47岁 元凤五年的作品 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 就跨到最后一年 元凤六年 从47、78岁以后的作品 就有不一样的一种意境的展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还是有一首 也是47岁的作品 最后跟大家介绍 是137首的南乡子 《崇九韩辉楼乘徐军游》 从九重阳节 刚才中秋到重阳 那过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节日 从韩式清明端午 中秋到重阳 那对东坡来说 重阳节写的字不少 但多了一种时间流逝的感伤 因为重阳过后 就等得很快就过年了 也没有更多了是文人相聚的节日 所以重阳相聚 往往会伸出很深的一种仇怨 多么值也不例外 这首话就到韩辉楼 送给他在黄州的一位之州 徐军游他的好朋友 我们看这首词 他说 双将水横手 浅壁淋淋 鹿远舟 久力渐消 风力晚 瘦瘦 破貌多情 却念头 佳节若为愁 但把青尊断送求 万事到头都是梦 修修 名誉黄化 给野丑 当然对于 我刚才说了 重久会引出一种时光流逝的感伤 但东坡也试图努力去加以克服 这首他就提了一个更加珍惜当下 不要辜负今天的美好 这词里面开出他的情绪的一个变化 那词也是从重阳在登行会楼的眼前的景色 先开始书写起了 双将水横手 那已经重久了 已经下双过后了 对不对 当然未必登得有下双 双将你告诉你 已经到深秋之时了 因为已经九月了 过完这个月 已经到快到冬天了 所以双将告诉你 已经下双的时节 已经到了 已经过了 或者已经下了双了 而水横手 告诉你 因为 那个水横时 你看到水 那个河道上面 那个水位慢慢下降 那如果水涨的时候 你看不到水横 但下降 你看这个痕迹 一条线在那边 那水横手 就告诉你 水位已经 因为秋天 已经到深秋之时 因此水位下降 像这样 水横手 怎么看到呢 第二句 更进一步补充了 水横手看到 或者听到的一个画面 他说浅壁淋淋 路远周 怎么知道水位下降呢 你看 那 有一个生抽 降向的季节里面 那淋淋 是一个水泼了 微动的 一个微波荡漾的样子 好像一个鱼鳞的形状 就是淋淋 浅壁淋淋 因为这里有风 风吹了 水位不高 所以吹过江面上 泛起了微微的坡纹 那坡纹好像一个鱼鳞一样 一片片浮在上面 就是这样的水浅壁淋淋 而更重要的 远处 路远周 因为水位下降了 路出将星的沙洲来 我们是水落石出 沙洲的路出来 这两句是蛮能够写出眼前的景的 当然都不是什么好景的 当然主要招待 崇祖这样的一个节气之下 看到了一个 黄州远处的一个景色 当然重要的还是崇祖 崇祖奔宾客这些事情的一个描述 后面说了 久力见少风力软 所以词都有的关联性的 为什么指着风力软呢 前面你看看 当浅壁淋淋路远周 浅壁淋也是风力软软在泛起一个波纹 因为风很大的时候 浪花就会波动不移了 就因为微微吹过 吹在人身上 也是感到软软的感觉 那个时候为什么感到凉凉的风 的感觉呢 因为久力见少 所以久力见少 能承受或者支撑酒的力量 已经不足了 意思是不生久力 有点喝醉的感觉 叫久力见少 逐渐消退 本来这个力量是会撑起来的 但是东坡不算会喝酒 一点点几杯 它就有点晕晕了 所以感觉到这个时候 有点酒力不支 酒力见少 就是支撑酒的力量 不足以承担了 所以有点点喝醉的时候 感到风吹到身上的时候 有点软软微微的感觉 风力软 但是你中央软了 还是感觉到 为什么 瘦瘦 还听到声音的 所以中央风不大 但也不时微不足道 还是有一种瘦瘦的声来 你看这种文章的跌宕 写得非常好的 你以为 看不到风了 但因为 为什么听到瘦瘦 因为身体 因为你喝醉酒之后 会感觉风的凉 声音更敏锐 瘦瘦 那时候风也不很大 终于瘦瘦之响了 却使了 破冒多情 却练头 有一个典故 在9月7号的时候 在古时候 有个孟家 他是印黄温之妖 游龙山 那大家走群衔 必至 大家喝酒聊天 但那个孟家 他的帽子 但是一声风吹过去 他帽子落地都没有发现 还是侃侃而谈 那黄温主人 跟那些客人都笑他了 一看他怎么样 等一下有没有发现 结果他还是不知道帽子 被吹下来了 所以黄温就找人把帽子 把它捡起来 再带回他的头上去 他可能都混然不觉 所以孟家落帽 必然是重阳节 或者在登高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文言典故 不过孟家这个故事 这些是发生在9月7的 不是9月9 当然也许是预先过重阳吧 但后来都拿来用了 好 但东坡确实反来用了 他说 破帽多情 却练头 我的破帽子 好像呢 把它离人化 故意练走 练着我的头 不容易吹下去 因为意思就是 因为风也不大 不少孟家的时候 风大把它吹下去 是因为风力软的 尽然瘦瘦之想 可是呢 也不足以把我的帽子吹下来 但东坡确实反来文章说 因为这个帽子呢 太喜欢我了 就练在我的头上 就不愿意吹下去了 掉下去了 当然这里面呢 有蛮心酸的 破帽多情缺练头 这个破帽 一直不肯离开自己 这个好像是个 不幸的一种生命的遭遇吧 对不对 本体是 再朝为官的 但现在没想到 变为破帽 破帽好像是人生的厄运 人生的贫穷 永远纠缠你一生 你终然呢 不以为意了 但还是有点 很不然的 这也有一种 犀虑 但也有一种 辛酸无赖的情意 在其中的 破帽多情缺练头 要用的多情 但是把它 离人化来使用 那上面呢 才是他有抒情了 面对这一个时节 他说 佳节若为丑 那若为就是如何 纳堪 愁就是如何去度过 去愁泄呢 这些美好的佳节 大致上没辜负我们的 那现在有着重阳佳节了 眼睛的景也许还不是说很好 但足以让我们还可以观赏的 还有微微的风吹的 对不对 这样的佳节 我们如何去愁泄 如何去度过呢 佳节若为愁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但把青春断送丑 断送有一种叫 我们这白话一点 就是打发 对不对 我们如果打发掉这个秋天 就唯有青春喝酒吧 喝一杯清酒 才能够打发这样的季节 但把青春断送丑 一手说 我们今天 没有别的事做了 就只有喝酒吧 喝酒才打发这段时间 但把青春断送丑 为什么这样呢 他经不论述了 他说 因为万事到头都是梦 人生很多东西难以掌握的 今天我们重逢 在这边相逢 你是我的长官 在这边 我跟你相遇 不久了 许晋游也不在了 掉到别的地方去 能不能再相遇也不可而知 人生真的很虚幻 如梦境一样的 不晓得如何被安排 所以这些是难以预估的 但起码今天还很真实 所以就劝他了 为什么今天要赶快 度过这个重阳节 一起去喝酒 去打发这段时间 因为万事到头都是梦 但有出处的 在灿郎的诗里面也讲过 世行百年都是梦 莫叹万事不如人 也是一种 一个面对的态度 但是中原人生如梦 人生还是可以掌握了一些 也就是自己的自主空间的 后来东坡也了解了 中原人生如梦 我们还是可以在梦中 做一种主观的一个意识 主观的一个面对的一个方式 你只要不要让自己 噩梦连连 最好都是好好度过你的人生吧 所以人在梦中 还是有可以操作的空间的 你不能都是愿快 人生都是不如意的 但你如何去对待你自己 如果你要做梦中的梦 梦到也比较安稳 重要很多变化 也不以为意的话 你要做好事吧 不要做亏心事 其实人生还是有一个 可以操作的一个空间 所以既然万事到的都是什么 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喝酒的 还会打发这个秋天 为什么 羞羞 羞羞羞羞羞 这是霸了霸了的意志 羞羞 不要再说了 说了也无用 为什么呢 名誉黄话 蝶也走 这推不响了 不要等以后 各种的事情 等到明天也来不及 只有今天 就有珍惜了 要罢了罢了 不要多说什么 名誉黄话 蝶也走 东坞很喜欢这个句子 后来在他的诗 也常用到这个句子 这句文章 这句话 也是一个 有所因实的 但东坞化用这个诗 再做重新的一个诠释 在唐代的正谷 有一首诗叫石玉菊 他就这样写 在截去 封愁 蝶不知 他就比较了 但那个季节过去了 封愁 蝶不知 密封已经有愿头了 不愿意出来 懒洋洋了 但蝴蝶还笨笨的 还不知道 而到岛上 小亭环绕折残残之 到早上 还依旧 要的一个 已经残败的枝杆里面的榴莲 你看蝴蝶真笨 对不对 但东坞也说了 说方案文章了 不是蝴蝶愁 他说名誉黄花蝶也愁 名誉黄花的菊花 今天是最好 观赏菊花 吃菊花酒的最好时候 等到明天 到九月第二 从阳的第二天之后 花已经有点了 就不一样了 可能有些变化了 连蝴蝶都知道 所以因此 我们不要生愁的话 今天赶紧去观赏 美丽的菊花吧 名誉黄花蝶也 连蝴蝶都生愁了 那我们难道不会更愁吗 人非草木 比蝴蝶更会知觉事物的变化 因此 我们更要珍惜当下 不要等到明天 蝴蝶都生愁了 我们还在这边怨叹 那就来不及了 你看到东坡 还有一种很愚豫 幽默的地方 你看两片的沙 最后一句 前面一个 破帽多情缺恋头 明月黄花蝶也愁 看到东坡 实际上有一种 对文字 一种很舒淡的 一种处理工夫的 有一种比较幽默的 一种调侃的 一种嘲弄的方式里面去面对文字 心情细上去还不错 他还可以处理一方 那正古的诗就叫十玉局 那以前的古人有很多简称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三五七都有了一个重叠的玉子 比如说元玉就是一月初一 就是第一天 三玉就是三月初三 后来定为收器之玉 对不对 后来有诗为所谓女儿节 在中国都有的三月初三 就称为三玉 五月初五就称为五玉 所以你看中国诗歌里面说五玉是一首 或者是负五玉 所以说是负端午节 没有别的五玉就是五月初五 到七玉的时候呢 就七月初七写的是七夕 所以有注意到七玉 很单独的称呼就是七月初七 不是别的月份 就单独写的是七月 而九日呢 就是重阳节的 九月初九 好 问你们了 十玉呢 老金子讲话呢 都是重复的 一玉就一月一 三月三月三 五月五月初五 七月就七月初九 九月初九 十玉呢 当然不是十月初十 没有双十节这回事 我们都一三五节 这个词词特别的 就指呢 就九月初十 重阳节的隔天 所以啊 正古的诗呢 就是用啊 重阳节过后的第二天的 十玉菊花 那东坡就扣紧这个来写 那这个是啊 一般的一些常识的 大家可以不妨记下来 那 好了 我们呢就啊 结束了 原封五年四七 七岁的苏东坡 在黄州的这段岁月 但我们看到了 写完念读读读以后 写中秋重安也罢了 对不对 有些淡淡的哀愁 但起码他用枢解的方式 语调也比较自然流畅的多了 而且有些幽默之笔也会出来 好 等到原封的六年 冬坡四十八岁 我们开始看了 这一年的作品呢 就有更不一样的一种意境的呈现了 第一首要看的是一百四十八首的 林江仙 冬坡用词牌也有他的一些 有些有些有考虑的 有时候是席用啊 大家常唱的一些歌词 就说 晚西沙 得念花 菩萨满等等 但有一些呢 他有望闻生意 跟词牌呢 来赋予他的一个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词牌的名称呢 跟他的内容是有些关联的 这首很有趣 叫林江仙 林江而心叹 对不对 那是常人有的 孔子不是说吗 世界如思乎乎 不舍咒也 这首呢 也是临近长江 为什么叫仙呢 因为他有所了悟的 他不是凡人一样的 林江而心叹 而因为他已经 找到生命的奥秘 他从里面呢 有所突破 就用了这个词吧 但这里面呢 蛮艰辛的 东坡用了很短的词 来写出他这几年来的 很深刻的生命体验 当然写出一种生命的体悟了 很不一样的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他说是夜归灵高 我们说在东坡的 黄州时期 要注意几个地方 比如刚才 写后赤壁夫的时候 他是从血塘 然后先回灵高他的家 然后再去赤壁 然后最后呢 从赤壁回到家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的 在前赤壁夫 或者念如说里面 没有这个过程 他还是一个人呢 流落在外 独自面对的苍茫 面对一个宇宙 面对历史 他无家可归 也回不了家 但是在前赤壁夫的时候 他有一种这样一个历程 所以回到家 回到他的生命的原点 是很重要的 才能够在里面 落实生命的意义 那这首词呢 也是呢 从雪塘东坡出发 要回灵高 灵高指他家的 他家所搭建的地方 他的家人 你可以说我们前面 也谈过了 雪塘是他在东坡的 一个耕地附近 所搭的五个小房子 他在里面呢 可以读书 喝酒 跟朋友聊天 也可以在那边参茶 念佛经等等的 也可以说雪塘 他顾名思义嘛 让自己有一种 好像庄子 沼雪精神 在自己也 过得很明明的内在世界 所以雪塘会不吃人间烟火的 他躲在那里面 就要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是不管多晚 东坡总是要从雪塘 回到灵高去 意思说他责无旁贷 他是家中的主人 他不得不回家 所以从雪塘回到灵高 好像是从个人的内在世界 重回人间 回到的人间是一样 他必须要这样的 每天边要 肩负这份责任 但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很累 当你老是躲在自己的内在世界 但有一天你发现 你回不了家 但也有这种象征意思 一种我们一样 每天都来药匙开我们的家门的 但有的时候你觉得 你突然会顿一下的 那个药匙 其实我们的家门 进去有种陌生的感觉 因为重要 家虽在 但是家门是常衰射而常关 以前小时候 我们每个房间都会来来去去 父母 兄弟姐妹的房间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的门突然就关起来 父母也不会到我们的房间去 我们也不会到父母的房间去 我们的门被一个心锁住 你回不去 都不合想不死 有这种感叹的 你就是很想逃离的 很不想承担这一切的 就发现了很多的障碍 如何是好 中文字有的时候 要处理这个问题的 你如何将内心 重新能够打开你的心门 然后呢 畅然无碍 好 我们看这首词 他说 夜隐东坡请负罪 归来仿佛三根 家同鼻息以雷鸣 敲门都不应 以仗听将生 长恨此生非我有 何时望却隐隐 夜南风尽胡闻平 小舟从此事 将还寄予神 真的说这个脉络 是非常复杂变化的 当然东坡 只能用一个小词来表达 他只能言简意盖 把很多体验 当然只能个别 一句一句去体会的 好 这一堂游戏就比较特殊了 我们从东坡念照以后 东坡的词慢慢多了很多什么 在行动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的 他不是固守上一般的归宗人 怨妇的词一样 住不出户 呆在床头 窗边去 去思念故人 他不是 他走出去 然后面对生命的种种 那这一堂呢 他也是从远处回来 他发现他回不去 他如果打开这个新门 然后重获自由呢 这是他有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 今天晚上他说 夜饮东坡醒覆醉 但东坡不止他的耕地 饭子就是在血糖 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在东坡血糖的地方 夜饮东坡 我就在东坡这个耕地附近的血糖 就喝酒了 但今天 平常东坡是不大喝酒的 但来到这边贬基的生活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 偶尔喝几杯 但是喝的也不多 但今天不晓得所谓何来的 虽然醒覆醉 喝醉了 有些心情 又喝醉 又喝下去 所以这个心情是很不安的 对不对 这个实在东坡是很不寻常的状态 夜饮东坡醒覆醉 当然这里面我们主要 从中国人来说 喝酒当然是一个 事实上有喝酒的一回事 可是也未曾把喝酒 视为人生的一种迷惘的状态 如梦如醉的一半 所以东坡是两方面的 一个就是他自己真的喝醉酒了 不醒人事回家 再来就是他感觉他的人生 如同不清醒的状态 终于好像混混饿饿 不清明的状态 就是醒覆醉的状态 在这样的时候他回来的 这时候归来仿佛三根 我们看东坡的词 他对时间非常的在乎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他都了如指掌的 在词 在诗里面都清楚招待的 但这里面看得出 他对时间难以掌握了 只能推测 所以仍仿佛 因为他自己不清醒 无法意识到时间究竟是多晚了 过去东坡的词 很喜欢设定在三根的时候 代表一天将近 另外一天将有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 会不会醒来 不知道什么状态 就用仿佛两个字 所以东坡有意识写词 意识时间的关键的过程中 这两个字是蛮有意思的 他第一次在词里面 对时间居然没有办法很清楚去认知 仍仿佛三根 但知道很晚了就回去了 好 回到家的时候 就发现什么 家同鼻息 以雷鸣 这样的语句 在词里面真的不常出现 东坡把他打汗声都注入词中 对不对 回到家的时候 隔着一道门 就听到里面的 家里面的小孩子 已经睡着了 睡到很熟 但我没想到东坡那么晚 不回来 小孩子很早地睡觉了 结果已经睡得很舒服 以雷鸣打起汗 像雷鸣一样 你就在外面 那里面听到汗声就传来 我说东坡还是比较人厚 他是乖乖站在外面 敲门都不应 怎么敲门 当然前面是一个结果 因为对方意识到 因为这些小孩子都睡着了 没办法应门 来把他打开 敲门都不应 我刚才说 后面有一首支音 叫辛加训 你想想如果辛加训 看到了 敲门都不应 可能脾气又来 一脚把他踹开 但东坡就不是 既然不应 他也不要打扰这小孩子 睡觉睡得那么安稳 不愿意吵醒他们 所以只能什么 以仗听将舍 你蛮可怜的一个孤独的人 只能身体也不舒服了 喝醉酒了 只能以仗 你看到他只能靠什么支撑 一个拐杖 他身体不支了 连老了 身体也不舒服了 只能靠这个拐杖 一个支撑的地方 来什么 去感受什么 听将声 听到将水 不远处流动过去 当然不许是欣赏了将生的美好 是想感叹的什么 时间的消失了 我们说世界如是乎 不舍昼夜 你说 让你 如果有个安顿的地方 蒙头大碎 就不要管时间 就还好了 结果不是 让你要真真切切 去面对时间 在你身边流过的一个痕迹 清清楚楚的 粒粒可闻 不是很可怕吗 好像随时听到一个秒钟声 在你耳朵不断的响起一样 那是很令人恐惧的一种声来的 以将听将声 我只能支撑着我的声区 来听着时间的流动的声来 以将听将声 这是看得出了 这个一直以来对东坡来说 时间就是一个很纠缠的一个课题 他现在只能这样的演 也无人为力的只能听着听着 在这个过程中东坡开始去反思生命的种种 他觉得为什么自己那么不快乐 为什么自己在乎那么多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 尝恨此生非我有 何时忘却盈盈 一直以来他就很痛恨自己的 此生非我有 在庄子的智北游里面有个预言 东坡写画用这个预言的故事 那里面就说了 有个叫舜 舜呢 他就问他的老师成 成像的成 就问他了 我的身体不属于我所有的 那究竟是谁 属于谁所有的 他就感觉他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你的身体 你能够控制你的身体吗 你不饿还是吃东西 对不对 不喜欢你爱他干嘛 你那时候被身体都操弄了 所以你根本就无法自主 所以顺着回答 那个成 成像的成 他老师就回答他了 那当然不是你所有的 是天地 是个道 暂时寄托在你那儿的 他是暂时寄托的 所以有一天你悟化 他老天就把你的躯体收走了 那这些事情说 我们生命如果从这个躯壳 那个身体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是短暂的 又不是你所拥有 都是永恒的 是暂时寄托在那边 是不能自主的 但是呢 我们许多人却拼命的 为这个身体躯体而起念 为了口腹之欲 为了各种的欲望 名利之望等等 而奔苦劳碌 不择所为何来的 只能有此一问 常恨此生非我 一直恨我 为什么我的身体 无法完完全全能够 能够主控他的 我们平常也一样 对不对 有很多的欲望 自己不曉得回答我来的 本来不需要那么多的 你偏偏有那么多 就是被身体操弄着你 对不对 生起这样的妄想 那他就问了 何时忘却盈盈 盈盈就是要形容 那种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奔奔忙忙 匆匆忙忙 何时忘却盈盈 开始呢 东坡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的 人要怎么样呢 那东坡来到黄州 身是贤的 是心不贤 身贤是因为 你被贬官 无事可做 老头来来去去 无所谓 但你心不贤 因为心还有很多挂念 还有很多优据的东西 当然 如何让你的心真的贤呢 一就是要能忘 庄子也有做忘的一片 人要忘 要忘掉你的人生的所有的负担 人生忘掉你的欲望 能够一切一空所有 一种最空灵的状态 能忘的时候你才能有 我们说逍遥有 就能够呢 与万物同在了 超然无外 能够有有有自得 能有了 你心才能真的贤 平常我们都会自己验证一下的 每个周末 我们都放假 身贤了 想心不贤 你还有很多活动 但你真的快乐吗 其实不会 为什么到礼拜一早上 大家那么疲累 不想上班 不想上课去 中文区啊 每年都一样 都暑假很久 可以闲了 但闲得也不快乐 我们闲了忙着出去旅游 但回来之后呢 又还卡在 又洗衣服 心还是无法安静下来 你摆脱不了的 你心不闲 你无法去忘掉 你的人生责任 忘掉人生的种种 因此呢 这些都是躲避的方式 躲避的一种方式而已 中文医生问到这个问题 怎么可以真的忘记 不要被奔波牢 就是要忘这个事情 这个词 是在东坡词里面第一次出现的 要自己 要忘记这些 摆脱这些的负累 然后呢 没有这些负担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 那这个词里面 你不知道都说什么了 但你会看东坡其他的文章的思辨 就比较更多的一个说明了 东坡提出一个概念来 果然呢 他这边 让他冷静下来 偶然的机会 让他体悟到了 这个时候呢 大自然也回报给他了 他说 封封尽胡文瓶 要读胡 赫乌胡第二圣 那胡文呢 就形容了 水面的坡文 如皱沙 那个皱 这个沙布把它折起来 有皱文的沙 叫做皱沙 那胡文代表 波浪 如皱沙一样的起伏 波动 对不对 他说越南 越将静了 越静 但是自然有他的意思 果然 嗯 他前后是一幅一样的 等你了解生物的生命之后呢 黑夜被赶走了 天亮到降临了 对不对 慢慢接近天亮的水之间 越南 而风静 他自然也灵静下来 一些不受干扰 那个时候胡文瓶 江水也好像没有生硬的感觉 一片灵静 连皱沙的泼文也平复下来 西方有一个哲学的话也说过 我们无法在急流之中 照见你真正的永远 流水的波动中 你的投影在其中 你的面貌都是扭曲的 比如我们心不宁静的时候 你怎么照镜子 那个镜子中的自己 都不是真正的一个面貌 它都是扭曲变化的 所以我要让你自己宁静下来 你才能在时间的江面上 照出你真正的永远 至少你自己是像什么 是什么 那是一个象征的 所以东坡永远这个很有趣的 夜南风景胡文瓶 没有波浪了 心中好像心平气和了 回到一个最静止的状态 所以自己有回首看看这些内心的时候 就会造出真正的自我 有了这个自我的时候 你看东坡的世界就不一样 小舟从此世 将还寄于神 如果我们不忘记的话 在前面 他写前世别说 也不是翻诸中流吗 对不对 然后他写到他的船 在水中破荡等等 所以这里面就回应这个 跟有他关联的地方 小舟从此世 那以后我们架着一夜小舟 就在水中在流荡 张海寄于神 我就可以在我的未来的生 就寄生在张海之中 所以不守他操控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翻诸中流 把自己应时随缘自私 你的世界就很辽阔了 重量是小小的水域里面 世界上流动在大涨大海之中 你都非常的悠悠自得 你不守时间操控了 你把自己的融入在杂志人之中 你跟天地是同体的 你的世界就那么一样的辽阔了 张海寄于神 所以有些人解冬破这个词的时候 冬破用了孔子所谓的 道不行 沉浮浮于海 道不通了我就扎个小木发 在海中饭就去了 各种隐居的生活 他就误解 冬破不会用这个意思 第一 冬破不会了 无缘无故叫道不行 因为他还有用事之心 他不认为现在的道不法实践 他没有否定人生的正面的意义 所以用儒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当然比较接近什么 陶渊明所说的 纵浪大化中 不喜意不惧 沿着众生的时间之流之中 随随缘致世 今天来到这边 时间把我留到黄州来 我都心然接受他 那你就好问心无愧 求人得人 你就很自在的 有一天把你留到更好的地方去 也是一样的 也不为他喜怒 人生就是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时候你的世界就是如同众生 一个小舟众生在江海之中 非常的一个辽阔 你的天地就自然的扩大起来 这是比较扩大的人生的一个指向的 东坡在这里面写求不一样的作品 面对时间它有一种化解的方式 当然这个我们说的也一样了 有这种体会也不是说骤然能得到的 它必须要经过生命的实践 后来我们看到东坡的词 一直以来都在这个课题里面 不断表达这种起伏变化 但是你看得出 已经不复以前那样的一种 优威 声曲 悲业的一个情调 都达到更扩大的一个生命情节 这个是我们看到后来东坡的词里面 能展现这个风貌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向的 好 这个临江仙 我说东坡用这个词排名就很有意思的 临江仙 他觉得有一点收获吧 好 临江而为先 操作人世的一种烦恼 到一个无限的一种 自由生命的一种体验 那下面我们看看 这种体验不是 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是假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后面的词里面 可以加以论证一番的 但不至于都达到最高的境界 但是毕竟就是不同 那下面我们就看到了一首词 就是一百五十一首的水调歌头 这个词 它用词牌子水调歌头 但你跟之前那种水调歌头的悲伤的乐调 来抒发情绪也不一样 它是有一种借题去议论一番事物的 这只是在东坡48岁写的作品 它说黄州快灾亭 正张沃泉 有人说张沃泉就是张梦德 张怀明 当时他也是择居在黄州 之前我们谈 他为东坡求了一个营地 东坡就开始跟踪 就命为东坡 对东坡是蛮照顾的 那现在呢 中安泉也被贬官了 但张怀明呢 张沃泉呢 就在他的驻驾的西南的长江边 搭了一个亭子 作为自己陶冶性情之所 当然也啊 实际上也为了东坡有个游玩的地方了 后来东坡就邀请去参观 为他的亭命名为快灾亭 那这个词也可以说呢 针对快灾亭的这个名义啊 做一番诠释 那我们了解 为什么得到快位 真正的来由在哪里 那之后呢 苏彻 东坡的地底苏子游啊 也写了黄州快灾亭记 来描述这个地方的周遭的环境 也做一番的论述 所以张怀明啊 这个快灾亭 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不同凡想 你搭建了一个很简陋的一个亭子 结果得到了苏东坡的慈乡症 还有他的弟弟 也一个很有名的黄州快灾亭记 那这里面看得出 东坡的民族逆境的态度 当然呢 张怀明也是他蛮感念的人的 这个词写得非常的一个动人 很真诚的一首词 那我们看作品 他说落遇寿年卷了 亭下水连空 之君为我星座 窗户是清红 常见平山堂上 气阵江南烟雨 淼淼莫孤红 认得醉翁雨 三色有无中 一千情 都静静 倒闭风 忽然让起 鲜舞一叶白头翁 看笑南台公子 未解装身天籁 刚到有痴雄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载风 我们一集就强调 此的境界 就看最后收尾 情义的表达 每个都差不多 应景言情 有 警钟深处的情愿 最后如何去面对疏解 最后的结尾 就看出你的境界 那接着结尾的后面两句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载风 当然这是有他的真正的感悟的 当然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某种肯定 重新去确立生命的意义 好 因为这个亭子是张沃泉为他见的 所以东坡也很客气了 就为这个情 他先做一些介绍 也要表达一种感激之情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地方呢 若于瘦莲卷 亭下水莲空 这地方刚好 也许我猜这应该是刚落成 所以挂了一个帘子 然后呢 欢迎东坡去参观 东坡也去看了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呢 把这个瘦莲卷起来 就看到了 下面的就是长江嘛 下面就是水莲空 水天相接 但事实上这个亭底 应该不会不至于太华丽 因为被贬官的人能够建多好的房子 你可想而知 再来的是 黄州眼前的景也不甚好看 所以东坡直接笼统统说 水莲空 水天一色 那你自己想象多美吧 当然这个不在于华山 重要是 这个事情本身 是张沃泉为谁而见 而东坡是很感激的 他说了 之君为我星座 就知道你为我 就搭建这个楼台 张沃泉不是为了自己个人享受 他觉得东坡很苦闷 所以建个楼台来 大家可以出游 来这边观赏 留天 是让他可以散散心的地方 所以东坡就很感动了 所以知道你为我 搭建这个新的楼台了 而这个时候呢 窗户是青红 有绿色红色 为什么湿不是下雨 可能是因为干油漆 还没完全干 他涂过那些 红色蓝色的一些油漆了 但是还没完全感受 一种很湿润的光泽的感觉 所以窗户是青红 这里面这个楼台真的很简单 有红绿三层已经不错了 眼前的景不好看 但是东坡就在里面 就发挥他的想象 当然也另外一方面 也去感念这位张沃泉的一份 深情后裔 他说从这个亭子 看到水添一色 他就想起了 他说 曾记平山堂上 气阵江南艳雨 淼淼莫孤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 记得什么呢 平山堂上 那平山堂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那是欧阳修 在扬州当支州时候 所搭建的一个堂 东坡每到欧阳州 必访平山堂 那里面有欧阳修的墨迹 对不对 我们谈过的龙蛇飞动 这个地方 所以东坡立刻讲 他联想起来了 现在这个快菜庭 也许你看不出他的出事 但是让我联想起什么 就是欧阳修的平山堂 平山堂的时候 你看气阵江南艳雨 你靠着枕边枕头 看到江南艳雨 萌萌的景色的时候 淼淼莫孤雄 在远远的地方 看到一个孤雄 在那边慢慢隐没不见了 一个很漂亮的 像山水花一样 对不对 白萌萌的一片 一个孤雄隐灭 一片空蒙 所以他说了 这个景让我体会到什么呢 认得醉翁雨 三色有无中 认得的是 我能体会到 我能够意识到 什么呢 当时欧阳修 在词中的一句话 什么的 三色有无中 就在一种四游若无之间 如果你想象 那个景 不需要有颜色 漂亮的色彩 绿色 红色 什么相称的 只要在夜幕弥漫之中 只有一番美的意境 所以你现在的亭子 也许没什么好看 而且眼前的风光 也是水天香 也没什么出色 但是最好呢 也是艳雨朦胧之间 走跟平山堂堂 看的就没什么两样的 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意气 而不是他实体的面貌 有多出色 最好的山水 就是有无之中 是有若无 那是最漂亮 那你这个体验 可能会 之后 给我体会到 同样的欧阳修 上次有无中的 一个意境的 你想 张博全 受到这个词 东坡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他能读懂 东坡的意思 对 东坡真的很感激他 你这个不输给平山堂 不要他自常心灰 你有他这种精神 有这种意境在 你用我们几个人的精神意境一样 顶天立地的 不在乎外在风光是好是坏 自然在有无之中 只有一番领略 这是东坡的一份用意的 好 这里也是 隐身出台的 好像留白空间的一个描摹 让你去自我体会一般 好了 东坡就解释了 为什么把你命名为快灾亭呢 那他有一个意思 他说 一千情都静静 道必封 你看从眼前的景态一起想起来 让他产生个灵感 从哪里来的 本来这里面 江面很平静 那一千景 江面很流阔 有千景 江面一样 都静静 就是 好像被洗刷过的静面一样 倒壁风 然后远处的山风 倒影在水中 仿佛我都会接近到我远近的山顶一样 倒壁风 就在这里面 一直宁静 很安静 很平和的时候 突然 忽然浪起 放起一个滔天巨浪 然后这个时候 走鲜舞叶白头 白头不是鸟 是一个白发老先生 鲜舞叶白头 就看到白发老先生 居然渡光渡江而去 很利落的 不受风雨的一个影响 然后他就很安然 就在风浪之中 就渡过去 仙武叶白头 但是从里面就了解到 为什么我要快再听 就是从这个白发老先生 与风浪搏斗的那种毅力 那种精神 那一种脑恋 那一种智慧 而产生出来的 我就因此就体悟了 好 过去的人 快再风 都不留得会想起 宋玉的 宋玉有一篇叫《风富》 写《风的富》这篇文章 那过去我们的诗词用点 都知道它的来历 那就话说了 在宋玉的风富里面 写到 宋玉等人陪同楚相亡 就由南台之功 但是宋玉当年南台令 在南台里面当一个官员 一个首长的 那刚好楚相亡来访 在一个宫殿 送一个陪他们 游南台之功了 那时候突然呢 有一阵风吹过来 楚相亡的披荆党风 然后大喊一声 他说快摘此风 寡人所欲 庶人共者耶 但是自民得意 打那个风 他说这个风很快乐 很爽然 他说那些老百姓 小人跟我人 享受同样的风吗 这当然是自己自以为是 对不对 但没想到宋玉呢 煞有这些说起来了 他说此处大王之风而 属人安得而共之 即使大王之风 老百姓大概很难跟你 共同去享受了 这反而应楚王就不解了 我刚才开个玩笑 以为风就是要 就这样而已 别人说 宋玉是煞有皆是 不了解什么意思的 宋玉就像楚王 就解释了 那是负的方式 问答 当然宋玉 意义在讽刺 对不对 你哪有这样的回事 所以他的分辨出来 他说了 大王之风是经过 优美的园林 公式 带着花草等香气 然后吹到你身上 轻轻凉凉 灵体 会治病解酒 发明耳目 灵体骗人 称为雄风 这风吹到身上 都会 滴个百病 都能治疗的 只是素人之风 他说 在经过虫像之间 一路夹带污味 腐慧之气 吹到虫苦人家的身上 使人精神凄惨 生病造月 故称之为吃风 当然这里面 故意做文章 那当然呢 你能够进行这种风 觉得好 因为你有相对的条件 你是帝王 大的宫殿 老百姓 中央同样的风 都无法去领受 而且的确环境很恶劣 但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 所以这篇文章 当然意在讽刺楚王的 一些富贵人家 不能够了解 民生的一些苦况 那东坡德拿来做文章 所以我的快哉风 不使用了宋玉丰富的意思 不然的话 有为我们的本意了 所以他说 这个呢 看笑南台公子 看笑的可笑 当然 他明明知道宋玉 当然东坡故意 做方案文章 就说可笑这个宋玉 南台公子 不解 未解装身天籁 不了解装身 装子天籁的意思 所以天籁意思就是 风 即将不分彼此大小 风就是自然的存在的意思 那装子实际上呢 就分了 所谓的耐 就是生耐 声音有三种的 有所谓的天籁 地籁 人籁 那天籁是无形无色 不知道在哪里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人籁 地籁里面 可以逆推 然后知道它的来源 就是来自天籁 所以人籁是人发出的声音 鼓掌 呼吸 唱歌 都有人籁 而地籁呢 就是大自然的生籁 对不对 风生 浪生 风涛生 都是地籁 这个生 都是我们会闻到的声音 都是有形的 有色的 会知道的 但是天籁就是它背后的 一个源头 一个道的源头 那是不分的 化为人 就分为人籁 化为大地 就是地籁 有此而已 所以哪里分什么资雄 资雄去分的 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他就这样说了 为这装身天籁 所以他说了 刚道有此凶 刚道就是等于呢 就是硬说 白坏的硬掰了 刚道有此凶 这时候送于就是 硬生生就说成了 风分此凶之别了 他说不对了 因为他不解装身天籁 当然东伯子就先排除这个意思了 那我的快在从哪里来呢 是从另外的源头了 他说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在风 这是他重新来诠释这个意思的 那一点浩然气就是孟子 孟子不是说吗 在《公孙丑》上篇 他说 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这个气呢 自大自干 以质养而无害 则在乎天地之间 所以浩然之气 经过儒家这种修道的历程 然后从里面呈现出一种 不管是处于什么的情形 都是一种很正气 一种气操 刚直不恶 坦然之事 那种态度 那种一种 一种修为而来的一种 道德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意境 就是浩然之气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 不管欧阳寿也好 或者你张怀明 张沃泉 还有我 我们都是 有秉极儒大的正道 去收敛自己 有一点浩然气的话 那自然能够领受 千里快在风 无所不释然 你的世界是辽阔 胸襟很扩大的 吹来的风就给你一种 非常爽然的感觉 当然 东坡主要是什么 从前面的一个老余翁 与风浪搏斗之中所体悟出来的 人应该尊实的道理的 用你的生命智慧 然后历练一番 来催炼出来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精神力量 你就是 能够勇敢度过人生的难处 然后 将自己平顺的划过人生的风套 那这哪处不释然 哪处不会领受 如千里吹来的一种 快在之风呢 所以通过这种 就实际上 用这个理来壮大大家的生命意境 用跟张沃泉的大厦来共眠 乌三米来砥砺 这是人生的 必然要走的一条正道 后来诈宣有首词 也叫水调歌头 他当时对他为政治有所不满 为自己的郁郁难解 来到南方受到人家的排斥 那他也用到 我相信他读东坡的 这种水调歌头的 所以他意境很类似 波雷看得出 里面还是有差别 东坡是从内在收为自己 然后成这种浩然之气的话 就怅然无碍了 就如同在千里快在风之中 能领受大自然的一番美好 但家孙不是 他是用那对抗的方式的 不是收为内在而得来的 怎么说呢 他说头上雕长贵客 院外麒麟高种人是尽谁 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他比较在乎他自己的一种态度 然后把对方都视为 好像虽然美好了 但是都是生命很渺小 微不足道的一群 他说那些人头上雕长贵客 但比喻那些要富贵人家了 反正雕长贵客是汉代的一些月官 他们头上都戴着一个法式 后来的富贵人家 都有一些失误在法官上面 好了 你生的时候赏尽荣华富贵 死后呢 也被吉埃荣了 而愿外麒麟高种 在死后呢 他们的坟墓 都有很多的石麒麟 镇压在门口 来避一些邪气的 当然这个不是普通人家有的 就是富贵人家 生时也戴着一种帽子 然后死后呢 有那么高高的坟墓 还有了麒麟石麒麟 镇压镇守在坟墓外 但是他问了 所谓何来的 人是敬谁熟 谁是真的英雄 难道你这些人吗 死后一杯黄土 什么都没有的 那有什么意思 那不如我了 我知道吗 我要一笑出门去 不跟你们那间狗合了 我离开你们 一笑出门去 千里落花风 你看到了 花朵虽美 都是短暂生命 一走出去 你看 所有的花都是瘦落 一片落花 南极 这落花就好像比喻那些 好像表面富贵的一种花朵一样 转眼是成空的 灑落满地 不留痕迹 我只能一笑而去 踏花而去 所以这里面使用完全对抗的一种心灵 不从东坡里面说 一点浩南极是经过内在的收敛而达成的一种生命意志 两者是有个不同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多了 从东坡一点浩南极里看 再回到前面的 小时候从此是江海寄予生 他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意境都是宽阔的 辽量的 比较清楚明了的一种生命意境 跟之前我们看到的一种截片是大不相同 好 这个是不止这个 我们后面看到的 这首还是因为有所为而写作 因为这个地方而命名 而有所进一步的诠释 但化为平常生活 冬播的词还流露出一种更自然的 高妙的一种意境 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 再看看一些小片 都会知道的 好我们就继续看东坡 这一年48岁的另外一个词 就152首的《这孤天》 在你们书本的244页 从前面所说 我们看东坡词 就是他书写的时空的感觉 有一些变化 从元凤鵬年开始 出现了很多 写他在行动中的一些作品 那过去词都是一个比较幽闭的世界 女孩子都在闺房之中 但人走出去 意思就是他有面对更大的时空 但人生渺小孤独的感觉就越深 但这个对照性更强 因此激发的一种生命的体会就越深 那这个时候啊 东坡的直角会展现不同的面貌 我们前面看 从钉峰坡 念如胶 以后就看到前面的林江弦 都有这样的表现 那下面这一首啊 是写他写农村生活的一种发现 那以前写农村生活 徐州的一系列 五首晚西沙 写的农村生活的种种 比较多都是客观的描写 只有男歌子啊 怎么带走冲山雨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人生的 一些歌人的感叹 不像这一首了 这首是真的让我们去跟着东坡 去领受大自然的一番美好 如果我们刚才说了 没有贤情贤心呢 你就不会啊 对大自然有这份发现的 因为我们那种 通常都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这就直开始 我们看到东坡的感官 开始活络起来了 是人的一种 在文字所呈现出来的感官 会反映你的心理的状态的 如果你是充满的哀伤 忧郁的情绪的时候 你的感官是封闭的 你无法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但更不要说是新鲜外面的美好 但从这个词 我们看到东坡的感官 开始慢慢活跃起来 我们从而就知道他的心情 是像你走出一个阴霾 到一个比较舒畅的一条道路 那我们看这却指的《浙古天》 是这样写 他说林断山明 足影墙 乱长摔草小池塘 翻空白了十时间 叫水红渠细细细香 春林舍外 古城旁 仗里徐步转霞阳 殷晴昨夜三更雨 又的浮身一日凉 你知道读读这个词 是非常的舒缓的 没有很特别用力的句子 这种对句也是很轻松自在的 因为我刚才所说了 从念读教以后 东坡写到一种生活的一个情调 通常用的语调 会带一种比较散文化的 这是某个方面来说 也是某种文体的解放 把散文的一个句式带入 本来是很人工化的一个词题当中 写的非常的一个自然流动的 好 这首词前面上篇四句 一句一句一句 东坡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的 上篇读中晚期下用的都这样 但这首用这后天用的四句来写一句 其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对句 一就是你看东坡走路了 走到林段山明 竹影墙 林段的树林的尽头 那我们想象了 东坡来到黄州 黄州是靠近长江边的 你走到树林的尽头 可能下面就是峡谷 对岸就是另外的山连 你跨不跨不过去的 但东坡没有很失望 走不通了 刘安画面又一撑 转个身子看到上面 林段山明了 眼前的山非常的明亮 但你跨不过去的 结果看到上面什么 竹影墙 影月之间在竹林中 就有个墙壁露出来 可能那边别有人家 所以东坡也许就下去看看了 究竟在那边住的是什么人家 因此就走下去了 走进去就看到什么 乱肠摔草 小池塘 乱肠摔草 我们以前看词都是修饰很美 竟然是春末之景吧 都不会用到这样的词面 那这种词乱跟摔 当然是很平时的到处的 他真的写出了大自然的真实状况 没有牵住什么悲喜的情怀 就是这样嘛 乱肠摔草小池团 长叫也不好听了 淋淋乱乱的 草也没人打理了 讲的就是有的没有的 非常的凌乱一片 但起码有一方池塘 可以让你收起 坐下来欣赏一方 那也足以安慰的 乱肠烧茶 烧茶小池塘 那下面呢 写它在小池塘里面呢 上看下看的一个景色 就是人无所期待的 你就进去 能欣赏就欣赏 无所谓有什么样的 一定有什么收获 那自然就有新的发现 那上面说了 翻空百了十时间 照水红去细细响 这个对剧啊 在东坡黄州时期来讲 是难得看到的好的对剧 那里面是很多的感官 交杂在一起的 一方面看到什么呢 翻空百了十时间 他把那条小池塘呢 结果看到了 池塘里面有个晃动 抬头一看 看到什么 天空的白色羽毛的鸟啊 在天空翻转飞舞着 而不时看到这个景帽 那我们说了 对东坡来讲 有的时候鸟的出现 非常的异象 非常没有含义的 很像这种 自由心灵的一个投射吧 有我们看到前面的前后 或是被副里面谈到一个鹤 在墙江边飞过一样 一个翱翔的 非常的异象出来了 翻空百了十时间 他不想看到黄州的时候啊 翠月挂书童看到这个 孤红啊 驚奇却回头这个情景 这个时呢很自在的 鸟呢 也不怕有人在你身边呢 走在天空不断的翻飞起舞 对不对 不时看到这个 那低沙头的看到什么 照水红麴细细香 红麴叫红色的荷花 但野生的荷花 就是一个小池塘里面 也不能说不好看 一两朵也还可点缀一番 照着水面上 有这样的红色的荷花 而传了什么 细细香 又多了一个新的 一个感官意象了 淡淡的香味 普避而来的 当然一方面 它捕捉到大自然的 一个动态的画面 这里都不是静态的描写 这些动态的 都没有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 当然也能体会它的细微之处 里面你看了一个红麴 有细细香 当然也流露出作者的 闲适的心境 都没有在之前呢 在文章提到过 什么的闲情啊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 人不是要占有一个地方 来以为了买一个别墅 能够来掌握一个天地 这些地方你要拥有 不是的 关键是你的心 贤者便是主人 你的心贤 大自然都会 亏贞给你所有的一切 你就在其中 这个词里面看多么久时间 它不是聚为所有的 不是一定要拥有什么 它就到处去 随缘所见 然后自然把它呈现出来 自然有一番收获了 好 就因为有一份闲适的心了 所以能够呢 与雾相接 就发现了大自然的 比较和谐美好的 或者简朴的一面的 那我刚才所说的 假如我们的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呢 我们感官世界是往往不通畅的 甚至呢 会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实不知味的现象 一切都感到很冷漠 很无情 很无趣 但是呢 这首词里面看的多么不是 这个时候 实际上它还在被贬责的生活 我们也没有看到 被贬责人写得那么自在的 而且这个景呢 很自然流露出来 另外就是呢 有声有色 还有香味 相之为物 实际上在词词里面不常出现 有的往往都写 男女的一种相识愿别 用香来唤起过去的记忆 但东坡不是写这一个 他写一种自然的芬芳 我们的香味思想呢 是最容易会封闭住的 如果你不想过去 你不想回忆过去 不想联想某个人的时候 你这样都闻不到 但呢 慢慢就从香味起来的时候 人的回忆开始就活落起来 带动了很多的记忆 那这里面的信息相解 不寻常 我们前面看到词里面呢 东坡这个受诀的意象 是非常少出现 这里是慢慢出来的 上片走四驱 我们跟着东坡走一趟 今天走去方方野之外 看到这间的景色 上面呢 东坡就开始带我们 又回家了 走一趟回家的归途 空间有很多转折 东坡并不留恋 顺顺的路就自然回去了 傍晚了嘛 就回家了 他说 林舍外 古城旁 他就从村舍外的古城边 一起走过去 走的时候呢 藏离徐步转霞 阳 那个离啊 是一种啊 那个经啊 这个树经 是比较监老子 可为藏的 叫做离 这个树经 它是比较坚固的 叫做离 藏是一个动词 把这个离 这个离木 当成拐杖 看到说 他还是身体 是不是已经有点 虚弱了 48岁 但是他还是有个拐杖 但是他也不闲了 还是愿意出来 旅游一番 不像有些人 已经走不动了 就躲在房间 多么不是 他不认命 他觉得还能够 健健康康走出去的 中央有个拐杖 也不会觉得难看了 就靠着他出去吧 而有徐步 人不能走马看花 到处奔奔忙忙的 他现在已经觉得了 不能何时忘却盈盈 不要在奔波牢路里面 忽略人生的美景 但在社会的时候 要慢慢走 慢慢走 越走 转霞 慢慢太阳也下山 但多么有象征的意思 人生就这样度过你的 一些中晚年吧 随着时间的过去 能走就走 能回家就回家 顺其自然吧 转霞 可是他里面当然 欣赏的这番美好之后 他突然有所领悟了 后面两句头 倒数起来 倒数过来 让我们了解到 从昨天晚上的心境 跟着今天的生命的印证 他发现些什么了 他说 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的浮身一日凉 殷勤的是 老天好像很诚恳的 很热切的 奉献给我们 提供我们什么 对不对 但我们想想看 昨天晚上 也是三更之夜 东坡也很喜欢吃虑的时间 他也许睡不着 听到外面的风雨 可能被风雨声吵醒 睡不着了 但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心情 是很烦闷的 想到外面真的下雨 不想明天会不会雨 下个不停 中文起来 会不会离另一片 所以当时 绝不觉得老天是好心 降这个雨的 因此是很怨怪这个雨 为什么把我吵醒 让我睡不安宁 但是等到明天 居然放晴了 路没那么离令 不想他想象那么样的可怕 所以才有今天的一个出游 所以这个回过头 就很感念 难怪老天 昨天那么好了 提供给我 如果不是 那老天 殷勤降雨 体贴人意 啥得及时的话 又整得此生 难得一天的良意呢 但这个是事后的追认的 在当下之后 他不会以为雨 是给他最好的一个享受 一定是怨怪很多 人生何尝不是 殷勤昨夜三更 其实东坡有一个 比较宽厚的心 对待他过去的 不是充满了恨意 充满了怨 来对待他过去的不堪 这是他一个人生角度的 一个转折了 那东坡自己上 引申出来讲了 东坡这个时候 有闲情 能有经压 这样的一种血液的生活 有何尝不是因为 现实上的失忆而得来呢 你就退步这样想的 再来 如果不是屋台事案 就没有贬折此处 有自己 又怎能过得如此休闲 重返自然 发现人情的美好呢 这种种推论下是 人生很多东西都会释然 当时正当了 会很紧张 充满了敌意 对很多东西的怨怪 但事后你想想看 如果不是这样 你就不会得到 另外的生活的一种发现 所以东坡在这里面 其实有一种胸襟 一种另外的扩大了 能够不钻牛角尖 然后再怨怪过去 反而从过去的经验里面 多一番体谅 了解 所以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体 所以才有今天的 美好生活的体验 所以这里面 道区一笔是很重要的 殷勤作业 能够说出殷勤两个字 不容易 对不对 这个风雨 但我们知道东坡不只是 真的大自然的风雨 它也有一种寓寒的意思 有些顶峰波一样 是人生的逆境 人生的一种困顿 带来的一种祸患 但人家渡过去 不是都在怨坛之中的 但你走过之后 才发现 事实上一切都是无畏的 何必在乎那么多 所以这个词 东坡就显然到失恋即死的时候 他就显然已经从怨恨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了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转折之间 东坡就放下这种是非得势的心 比如我们刚才说了 能忘才能有 他果然忘记那场雨的不好 忘记昨天的怨对了 忘记之前的种种的不安 对不对 反而能够坦然接受 成生有无外 然后呢 就写出这样的一种 很简单 却是发人生性的一首词来 这首词 出现这个时期 并不偶然的 但是都是在 念如朝前期不复 后期不复 之后一年 东坡就出现了一个作品 那年的秋冬 冬天的时候 这里我不是词的范围 大家应该很耳熟人详的 一篇作品 东坡写出 《成天是夜游》 就是一种 何处无月 何处无 何夜无松柏 但有贤人如良人者 真的体会到什么的贤 但那个贤不是自己去拥有 东坡如果你在重看《成天是夜游》的时候 东坡是那天晚上 根本没有准备的 月光也不是最远的 二十那个晚上 他已经准备睡觉了 就看到窗户有月亮射进来 他欣然起行 但东坡不是立刻走出去 拥抱这个月光 他没有 立刻想了 无以为乐者 没有人跟我一起去想奏 这份美好的月色 所以就想到张怀明了 就刚才的张沃泉 立刻二话不是跑到《成天是》去找他 那个文章里面 东坡没有写到的东坡在月色之下 如何缓报 缓步到《成天是》找他的朋友张怀明 通通都没写 一想到张怀明 结果下面接下来 怀明一未请 他们也没睡觉 一想到 那个就跳到他那边去了 一个比较不好的作家 可能中间写了 东坡有个偷看月光 月光都没 等一下等朋友都会谈天等等 通通都没有 他心中只挂念着 与人为乐 东坡的心情是很放达的 结果怀明一未请 所以我们上语不于中庭 我们两个人牵着手 就出去看月色 结果真的月色不是抬头看 是看到吗 积水空明 看到下面 好像水中有水草在晃动 他以为就是水草 结果原来竹坡营也 那时候才抬头看到 为什么竹坡营 因为天上月光 邪照的竹坡投影在那边 那时候你发现了吗 他不是抬头看月光 月光却是在他的脚下 他是踏在月光里 因为不是人有距离的 如果你放开怀抱的话 你跟朋友分心站的话 你走出去 月光照在你的 身边 他是一样看月光的 所以他最后有这样的结语了 何处无悦 何处无悦 何处无竹坡 但少行人 贤人如良人之耳 因为心贤 这是这个之后的 那头跟苏珊 用小品文来表达 就是文体的解放 完全不用格律的文体 你看到东方文字里面一种变化 这个在词里面 也充分流露出同样的像类似的形成 这个是黄州六年东坡48岁的作品 那下面我们都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都开始到东坡要离开的当下 下面我们翻到165首的满庭翻 满庭翻是东坡要告别黄州的作品 我们开始看到东坡要离开一个他待了四年多的地方 当时东坡从黄州要移到乌州 在当时的一个术语 东坡将由的就是量移到乌州 那东坡来说是个好消息 起码都是被贬择在那么偏远的地方 黄州在湖北离开京师蛮远的 蛮偏僻的地方 那时候当时的朝廷已经有些松动了 可能是在观察东坡的一个阶段 所以有个命令下来 东坡上有量移乌州 卓量把它移到比较好的地方 叫量移 用我们一个重型翻 如果大家都要让你 就是不能跟你亲人多见面的话 把你先监禁在绿岛 但如果你表现不错 那开始呢 可能新的总统继位了 要把一些重型翻 可以 佐量可以减轻他们的罪 就把你从绿岛 移到台北监守所的话 你当然是高兴多了 那么现在就 从黄州走量移到乌州 量移乌州之后 那通常接着就可以申请了认辩居住 因为就有点像我们的假释一样 你会实际上朝廷的意思 就认辩居住 就选择一个地方来自由居住 不过你随时都有个官 跟官雅去报到的 但起码自由得多了 多么当然也希望能够 在有这个机会 能够从头再开启 但问题是 一方面你有只有期待 但是 有考虑 离开那么熟悉的地方 但除了乌州 你还有个担忧的 因为靠近 经济太近了 会不会动辄得救 很多的小人在这边 开始就对你有些防范 你防范就更不自在 所以东坡在这边 就有一种为难了 去不去之间 但最后他当然也无法违逆这份意志 所以他最后还是去 但又说服自己 所以人生如何做抉择 这时候也真的很无奈 所以这次写出东坡了 在离开黄州 降到汝州的一个心情 他用的纸牌 现在已经暗示 他希望有个好的指望 所以用满庭方 你翻开东坡的纸牌 词掉这个词集 满庭方都有一种 比较展望的一个意思 满庭芬芳 人生的美丽的春景 他会赋予比较正面的意思 这首词也从这里面出发了 好 前面的序言很清楚 他说 原封七年四月一号 这一年东坡四十九岁 于江去黄以汝 就刚才说了 离开黄州到汝州去 流别雪塘邻里二三君子 这个词就要留给 当时跟他在黄州 交信与共的几个邻居朋友的 这都是住在黄州的一些居民 他要留给他们 为他们写了一个正别的词 那时候呢 惠就是正当 正插逢呢 有个叫李仲南的人 他就来自江东来别 李仲南呢 是他的名字叫李祥 当时东坡前任的长官杨慧 杨元树呢 正是就在湖北的地方 担任了一个支州 一个新国军的支州 他就派了这个李祥呢 李仲南的到黄州来探问东坡的 所以趁这个机会呢 想要邀请东坡在妇如州途中 就到他那边去 所以东坡就趁这个机会呢 也啊 这个人要离去了 往江东那边地方 去输以未知 为了馈赠给他 顺便也当然也给杨元树 知道他的一个去向 这是有一举两得 这是留给 林里二三君子 也是呢 仇振给他的故人 知道他的近况 好 这个词写起南极也蛮辛酸的 人生真的是身不由己 但东坡又如何去把它化解开 所以这个词也是他 旷达词的一个代表作人 他说归去来戏 军归何处 万里鸡君家在名额 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载润 儿童进厨语无歌 山中有鸡屯舍酒 乡圈老洞婆 云和 当此去 人生抵士 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 落水清泼 好在堂前细流 因恋我莫见游客 人传语 江南富老 时雨晒于梭 多么尽量要往好一边去想 但是前面一段写起来是 非常的一种感叹 辛酸的 人生究竟到哪里去 他说 归去来戏 他说陶渊明归去来戏 人有一个生命的绝对的时候 我归哪里呢 对不对 回哪里去 如果你问自己的话 他说 君归何处 自问了 我应该回哪里呢 如果真的有让我选择的话 我不如归去 回答家好了 但那个家在哪里啊 万里家在明儿 在明江 额眉山那一边 所以他家乡在梅州眉山 对不对 就是他的家乡 但那个家已经遥不可及 在万里之外 当然这有点夸张了 但事实上他真的做不到 他不是陶渊明 能够能做自由的抉择 他没办法自由决定 因为你问自己 所以现在如果 我能够选择 然后释放了 我就真的回家去了 但是那个家已经回不去 万里家在明儿 那刚开始写的篇章里面 实际上蛮难过的 就是因为 你最在一起动身了 但是没想到 不是往家的方上去 虽然无缘无故 就被啊 在扁道去污州 那只有前途也难料的 不知道如何 好 这个是空间 难以克服的一种无奈 再来时间的压力了 他说百年强半的 来与苦无多 那么现在是49岁 勉强一半的 对不对 百年强半 勉强也算一半的吧 过了将近50 49岁那一年 当然剩余时间来与苦无多 那个苦不是悲苦 即圣之词就是形容非常极端的意思 非常不多 很不够 所以大家知道 百年是一个理想的 人生七十古来七十四十 从宋代来说 他的长官朋友 能过七十没几个 所以这为什么苦 都真的不多 已经过了49了 对不对 那能有多少岁 那没有多少岁月的话 那以后又还是被贬官的话 那这一架能回家的希望 完全是落空的 好 这个是 时间空间带来的压力 再来就是东坡也不能不考虑 另外的原因的 那东坡是爱家的人 尤其爱他的儿子 那东坡提到这一点 他说 最为福庆的话 他不能 er 调渊明 毅阳决然 决定归故里 结果最后要写 則子是骂自己小孩 怎么不出色 都不做不到 也真的niest�小孩的未来 vår 那我的家當然想回到家上去 但我的小孩呢 明是四川人 但是從沒在四川過過生活 而且長子有過過幾年了 但其他兩個小孩都沒過過 有他們回去嗎 不是白白犧牲他們的未來 但如何是好 他在這裡面呢 沒想到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坐見黃舟再潤 坐見那個坐有空 或者空見突然見到的一生 我們不是有一個叫做事不管嗎 對不對 做事 所以做事做看做見呢 意思差不多的就是 你突然看著他 卻是不為設法 而且無從設法 眼睜睜看著他 卻是無人為力的狀態 就是做事 你做著動也不動就看著他 眼睜睜白白的就看著 這意思就是做事 黃舟再潤 那時間變化了 黃舟過了兩個潤年 東坡是原封三年二月到黃舟的 到原封七年四月離開 帳面上是四年有兩個月 實際上中間有兩個潤年 實際上加起來四年四個月 一個潤年是 原封三年就乾到那一年 是潤九月 他用了一年 到了原封六年 運六月 有兩個潤年 所以他算得很清楚了 過了兩個六年就四年 四年一潤 過了四年 黃舟再潤 他想想的 我在這邊眼睜睜白白的 在這裡看著什麼 我也老了 但我的小孩呢 他們的青春歲月就這裡度過的 從少年變成成年了 從小孩變成少年了 都在這邊 他們寫什麼 兒童進 楚雨五個 我的小孩子已經不大懂我的家鄉話了 他們比較熟悉到這裡方南的語言 楚雨五個 這裡是無礎之地 湖北的地方 他們唱的歌謠 他們說的話 跟那些地方已經打成一片了 他們是江南的人 並不是我四川的人 這附近當然是 他們不能說是冤怪什麼 這些小孩子都有他們的未來 后来东坡是想到在长州买地方 希望只有小孩子在那边过火 不一定要把他们回家上去 不能牺牲他们的未来 所以父亲有这样很无存的考虑 如果再退一步想 我不要回家了 那现在的这个环境对他们是最好的 我要不要继续待在这边 不要再到宇宙去 跟乔林说我宁愿待到黄州 为了死好孩子的未来 但是也不是啊 来到黄州 他仅然熟悉的生活了 但是这边的发展也不好的 那如何是好 其实东坡本来打算的 居然去了乌州以后 如果有机会认辩居住 他干脆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的话 就希望朝廷的赦免他 他就干脆就辞官 就到长州去居住 他选择了长州移兴的地方 地方距离杭州也不远 也不太近 所以会免受一些政治的干扰 那小孩子的未来发展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靠近一些大都市 他有这种考虑 因为小孩子起心只熟悉江南的语言 这作为父亲里面 真的很深层的考虑 儿童竟然出于五个 这是他另外一个考虑 再来就是这里的朋友如何交代呢 那山中有鸡屯射走 相劝老东坡 射走就是一种射欲 就拜土地神时候祭拜的 所以饮的酒了 而且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祭品 一些猪肉跟鸡肉 是啊 那些老朋友就拿着 祭拜土地神的一些酒 还有鸡肉跟那些猪肉来看我了 相劝老东坡 他们苦苦劝留我 不如在东坡终老吧 在东坡过下去 不要离开 老朋友也很不舍 东坡也很能在这里面 获得很真的一种感情的对待 这个对他重新出发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些你看看种种考虑 一个就是锻炼了不能回家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实际上也不错 小孩子在这边成长也还可以了 那要不要呢 但本来应该有这个打算 没想到真的 朝廷急急要他要去宇宙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下面呢 他当然也不能违抗这个圣旨吧 所以只能接受吧 接受以后 欣然坦然去接受他 好 找个理由吧 怎么说呢 他说云河当此去人生敌事 来往如梭 云河就是说什么 说什么好呢 当此去人生敌事 人生敌事人生何事 来往如梭 那形容了时间了 移动飞快 来往冲出的样子 像梭子一样的快速转动 那梭子 那个梭子 支部时候 所用的牵引 那个线头的 那个器具 那个梭子 如果你用机器的话 交错起来就会很快速 就会把那个支部 支起来的一个梭子 那中间空的 把线穿进去 就会互相交错 这个梭子 代表你快速度 一个不知不成的 所以代表速度很快 那个移动的样子 就是来往如梭 他说 他就 在这一面就感叹了 他说不少的云河 就是能够说什么呢 在离别之际还能说什么呢 人生为什么如此的来往匆忙呢 你无法确定你的未来 既然你说久吗 也不久了四年多就被调走了 实际上他当时也以为 一辈子只能待在黄州 已经做好准备了 把黄州的地方 东坡的地方已经经营不错了 朋友也招了很多了 干脆就在这里面 他没想到人生就这样了 匆匆又要离别了 但是他就想了 他说 带闲看臭风 落水与清泊 落水啊 就是一家河南的落河 他是在那边在汝州的地方会看到的 由来的就是唐宋诗人最喜欢歌詠的地方 当然东坡也是一个诗人 也上往那个地方了 他就想到了 如果不离开黄州 那就无法有机会去到汝州 就看到落水清泊了 秋天的美好的景色 引起我的诗信写了好的诗篇 不离开也不会到另外的地方 人纵然不舍 人为了未来 为了自己好 也可以做这个选择 也不错 所以他自己也有个理由来 说服自己的 只要离开黄州了 活着可以跟古人一样 吹到落水里面 欣赏了臭薄的美好 然后也许要付一些美好的诗篇 也不付古人吧 这是他 也是一厂情愿的想法了 但也找一个很好的理由 人纵有不舍 也许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不成长 不离开你的中学生活 你不能到大学 大学不毕业 就不能够面对为好的人生 然后建立自己 以后的为好的家庭 人生就这样 不断不断地成长 有一个可以指望的 憧憬的未来 东博就这样想 但这样离开 不是一到两段 把各自都割舍的 他得保留一个东西 人的情感依旧会在 不因为你的形体离开 就重新把它完全去 太除掉了 所以他就说了 他好在堂前细流 应恋我 莫见柔可 那堂前细他的血堂 我血堂边有细细的柳叶 那希望呢 我这些林里二三君子 你们爱乌以吉乌 如果试炼我的话 那你随时可以帮忙我吧 走呢 不要把我柳树的游刃的资料 把它剪断 让它慢慢去生长 自然地生长 好好爱护着它 而且更吩咐他们呢 人传语 而不斥了 也希望呢 以后不要不斥了 还要叮咛你们 有什么呢 江南富老师与赛鱼说 那请你们记得 常常量赛我的 打鱼的说意吧 我东西还保留着这边 人生很难预料的 也许总有一天 我真的被赦免了 我选着回到这边来 还有个安居之处 而你们来说 中文不舍 但有个东坡的故居还在 有些东西让你料理的话 勤奋还依旧会长存的 那希望他们能够保留着这个地方 但这个还是痕迹 东坡大人最后来到朝廷以后 他就会 没办法 真的知道没办法回到黄州了 但是东坡把他的 这种所谓形体的存在 变成精神的存在 那这个后面我们看到 东坡黄州以后的职人 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一首起码 他在这里面表达出 相对比较扩大的心情了 虽然用人间的情谊 能够化解人生的离别的一种憾恨 此起码是往扩大的地方走的 让自己舒散看来 不要卑卑切切 这首也是相对而言 也是一个送别的词 以前我们看东坡从 从杭州以来的送别字都充满一种 离情 愁绪 作为人生的一种哀伤 但切手在表达上面就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 他起码有一种安慰 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也有一种能够愿意去疏解的一番努力 充分在词里面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的词牌就是满庭方 他为了未来画一个美好的憧憬的一份想法 在这样的一个词作中充分的流露出来 那是东坡我们讲了东坡黄州的最后留下来的一缺词 那之后东坡就离开黄州往鲁州去 但事实上他没有到鲁州的 因为中间有些变化 那我们后面谈的东坡都是黄州以后的作品 但那个时候就不分了某个时期 后来东坡离开黄州以后 词当然也是他要用的一种文体 但相对于言就不如诗文写得那么多 而且东坡也意识到 词的文体毕竟还是一种比较拘谨的 比较要求格律的一种文体 我们刚才说了 这种前后世必复以后 东坡的文体一慢慢找到一个比较舒放的一种方式 散文的语句越来越多 而且他有一种新的文体 从黄州被书写出来了 这是小品文 书信体 后来变成他常用的一种文体 反而词 周期的情怀之中的作品 就相对比较少 因此黄州以后的作品 东坡的量少 词不是不佳了 但不上以前那么多 但是因为人的生命意境有所提升的 因此所产生出的一个风味 风格跟前面有所不同 更多的充满智慧的语言 更多的意境的开拓 那后面中然是时段比较长了 从49岁以后到65岁 多么都有词的创作 那有十几年了 但作品相对于比前面是少很多 但我们还是选了几首 每个阶段的几首重要的作品 看到他同样的题材 比如宋别的作品 他有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展现 那更不要说了 有更多的一种新的题材的开发 这是我们的后面要处理的一个内容 那今天我们就刚好结束在黄州时期 那下个礼拜我们从黄州以后开始 那变连词讲完了 应该很快 两个词要讲完了 我们就有两个子题跟他谈 一个是东坡词中的旅行形象 一个是永物词 这是我们的 因为有些很难变连 我们就专业的题目来谈论这个 会更清楚了解到 他在这两个题材上面里面 就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风格 而且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下个礼拜再继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